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南越蒙面俠演播的 愿意修真仙俠小说《残暴》 第415章 尹石下落 金龟子就接个话头了 你的意思是说外面那些围场是用来防野兽的? 目前还不可以确定 外面那些围场高大坚固 如果想要建造这种围场 必须拥有以下两个条件之一 一是当年参与建造城墙的人很多 二是城墙建造持续的时间很长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这里当年生活过多少人 然后才可以确定他们建造城墙的动机 三个人正在说话 曼小堂和贾珍那些人也纷纷醒了 经过了整晚的休息 众人的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七八成 山洞里面随即就开始热闹起身 众人吊着水壶来煲水 搭起炉做煮饭 虽然外界已经被细菌侵染 但是残存下来的食物 并非只有蜜蜂的罐头 还有很多真空包装的蔬菜 早餐就很丰盛 有酒有菜有肉有饭 佐登峰接过贾珍递过来的食物 对着众人就说了 吃完饭 检查一下食物 看看可以维持多少日 众人纷纷预头答应 吃过早饭之后 各自清点装备和吸氧了 由于佐登峰之前找到大量的蛋药 子弹和手榴弹还剩不少 每个人攜带的20公斤食物 也几乎没有消耗到 大头和万小堂攜带的干粮相对少些 只有10斤左右 而佐登峰木箱里面 一直是背着上百斤的干粮 按照每人每日消耗一斤饮水 和一斤食物来计 众人攜带的吸氧可以在这里坚持20日 佐登峰将计算的结果 或者让众人知道 众人听到 马上露出了放心的神情 你们不要太乐观 最近的补给投放地点 也在千里之外 更何况我们不一定找得到 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 至少也要留下五天的食物 大头依然很乐观 时间够用的了 或者也不用半个月 佐登峰微微闹了下头 站起来推门出去了 外面依然在打风下雪 确切来说只是刮风 雪花都是被大风刮起来的即雪 因为能见度有限 这样的环境就不适合搜寻 佐登峰在洞外滞留了一阵 在山洞的左右各自开出了简后的茅房 这样才拉门回来 外面有茅房 南左女右 说完 佐登峰就坐回到木床上了 这句话一出 众人就一空而出 曼小堂和贾珍也先后走出去 在路过佐登峰的床铺那时 都对他投去了感激的木庄 感激他想得这么周到 免去了两个人的尴尬 由于外面还挂着大风 众人就在山洞里暂着休整 大头和金龟子等人 在做着各式各样的推测 而佐登峰就并没有参与到 他虽然擅长分析 但是却不愿意做无谓的分析 目前的线索就不够 大头和金龟子所谓的推测 其实就是断股的 佐登峰见到众人这么有空 于是就出声提醒 枪枝检查好 背包的带都检查一下 鞋带 三袋那些扣子 凡是可以想到的细节 都不要遗留 众人见到佐登峰发邀请 立即又再度检查细节 佐登峰对大头吩咐 仇武语 根据外面动物的气息 提前确定一条 相对安全的行进路线 我的意思是 在城上随便行动 众人的聊天和猜测 在他看来很没目的性 纯粹是浪费时间 好啊 马金龟 出去之后 你负责保护曼小堂 走在队尾 如果出现危险 我们来处理 佐真人啊 那怎么办 金龟只见到佐登峰 给他安排了最安全的任务 不由得微微有些惭愧了 你的任务 是殿后和保护飞行员 要确定后面没有危险 曼小堂要严密保护的 他不是军人 是我们这里最弱的 是我拖了大家后腿 曼小堂之前是非民航的 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之下 体力就的确跟不上了 你别这么说 回程那时到了有人的区域 我们还是要找飞机飞回去的 你还是很有用的 大头想了很久才说 佐真人啊 要不是以这里为根据地 他们留守 我们出去搜寻啊 这样可以加快速度啊 佐登峰皱省眉头钉紧大头 大头被他轮到啰啰的 但是他又不知道佐登峰 为什么这样看着他 到了最后 曼小堂他们也都恶然地看着他 大头又更加污水了 突然间 大头一抬手拍了自己的大头轰 哎呀哎呀 对不起对不起 我忘记了 我不是特意的 原来他忽视了最基本的问题 那就是 众人如果脱离佐登峰的保护范围 那就会立即遭受病毒的侵害了 嗯 不怪你 你也是为了众人的安全考虑 大头之所以会忽视病毒的存在 是因为这里的环境 和外界有着很大的不同 不过这样的环境 和周围的事物 令到佐登峰就很舒服 这个令他感觉 翻到了当年四处去找地支的岁月了 中午时分 大风逐渐减弱了 但是 外面还是不适宜人类活动 佐登峰并没有急着行动 一直等到下午的大风彻底停了 那才招呼众人上路 众人这阵时已经彻底恢复体力了 在城墙上面一个跟一个地向前走 九米就相当于三层楼的高矮 没有灵气收围的人在这里上面走 觉得胆战心惊 佐登峰在向前走的同时 另转头观察着山体 发现山峰在无雪的地方 还可以看到杂草和灌木 但是这里并没有很高的树木 佐登峰就对大头说了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里没有大树 是啊 注意到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那些大树 应该是被人全部破坏了 有可能 佐登峰随即走着眉头停下来 沉淫了一阵之后 转身掠向右边的山峰 用移山缺 将山峰上面覆盖的積雪 移开了一层 低头看着冰雪下面 已经枯毁了的植物 仇武雨 你过来 佐登峰对大头握了一手 大头听到就飞过来了 佐登峰伸手指着冰层下面 一处被斩伐了的巨树跟着 叫大头去看 直径有两米多 斩伐工具应该是隔一类的东西 那这些是什么 佐登峰伸手指着树桩边缘 生出来的几枝树枝 树枝就有装头病那么粗有 这阵时就已经干肤了 树木被斩伐之后发出来的新枝 怎样 日本仔什么时候放的病毒 两年半之前 哎呀 佐登人 你有话直接说吧 大头在没有遇到佐登峰之前 不管是他本人还是他周围的人 都对他的智力赞赏有加 但是自从遇到佐登峰 大头发现自己忽然间就变成了蠢蛋了 现代人不会带着鞋跑来北极坟墓的 可以断定这棵巨树 是在多年之前就被斩伐了的了 树木被斩伐之后 在树桑上面又抽出了新的树枝 你认为是什么导致了这些树枝的死亡 那当然是核弹爆炸发出的病毒 胡说 巨树被斩伐的年代至少在几千年前 树桑上面发出新的树枝 应该是在巨树被斩之后的几年时间里面 几千年的时间 树枝为什么没有长大呢 佐登峰依然在反问 实际上他心里面已经有答案了 但是他想有道大头学会想法 冰封了九十年之后 他发现现代人非常难得动脑 稍微难一点的问题 就令他们没了符 你的意思是说 巨树被斩了之后没过多久 所以这里的植物就停止生长了 是啊 这里的植物之所以枯毁 和病毒一点疼也没有 因为在几千年前 这里的植物就已经枯毁了 你认为造成植物枯毁的原因是什么 大头不敢胡说了 仔细想了一下之后才开声 呃 寒冷咯 可能某一段时间北極变得非常冷 不对 这么低的温度 植物根本就没办法生长 这里的植物先前之所以可以生长 是因为受到了隕石的辐射 在辐射的范围之内 温度就算低几度 植物都仍是可以生长的 大头恶然睁大眼 你的意思是说 这里的植物之所以枯毁了 是因为隕石的辐射消失了啊 是啊 大头听到即时害怕出了一身冷汗 辐射消失 那就表明隕石不在这里了 如果是真的这样 众人这趟北極之行 就会徒劳无功的了 佐登峰随即一拎身掠回城墙 虽然你隕石是不是出现了意外 搜寻都是要继续的 再精准的推测 也不如事实来得精准 过了一阵 大头也哭桑着面掠回来 他心情不好就是两个原因 一是搜寻隕石成了变数 二是他知道佐登峰的真实年纪 只是比他大两三岁 佐登峰分析问题的角度诡异刁转 尸毫都不走平常路 但是却总是可以得出正确的答案 这个就令到纯规导矩的大头极为吵架了 既是佩服 但是心里面又极为吵架 向前走了五里 前面再度出现了一处 斜斜地通往山体的坡道 山体下面 还有一处跟先前类似的山洞 不过到了这里 大头就并没有停下来 而是继续地向前走 他很害怕佐登峰再度问他问题 假真抬着枪指了下山洞 佐真人 要不要进去看看 不用了 按照圆周率来计 这里会有三百多里的城墙 这里距离我们歇脚的地方有五里 也就是说 城墙附近可能有六十多处类似的兵站 当年注册着三百多士兵 我们没有必要逐个去看 大头停下脚 令转身望回头 佐真人 你经常想这么多东西 脑子累不累? 好快我就不用那么累了 快点走吧 城门应该就在前面 欢迎你继续收听 由南越蒙面俠演播的 愿意修真仙俠小说 《残浦》 第416章 《变形金刚》 大头恶然地看着左登峰 啊? 佐真人啊 你又是通过什么 推断出城门就在前面的? 哈哈 我看到了城门的一角了 在男人之中 左登峰就不算高 但是他比猪瑜还要高一点 大头听到 硬了起身 向前面看了一眼 随即拿出探测隐石的仪器 快步就向前走 过了一阵之后 一座古绝的城门 出现了在众人的眼前 城门高达两丈 闊同样是两丈 是用木头来制造 而且还相同 左右两线 这阵时 城门上面的两线大门 都是向里面动开着 城门位于西边 向东有一条荒谬的道路通向山里面 在这里 还见不到城池的蹤影 城门下面有着灵散的脚印 中人顺着石阶下去的时候 一头不极红 从城门下面刨敲着就冲出来了 假真举枪打死了他 左登峰走到城门下面 看着巨大的木门 木门相当厚重 足够有一尺三寸 側面是带着门轴的 木门这阵时紧贴着两边的兵壁 在兵壁的上面 陷着类似于 柳马石的金属环 在城门和金属环之间是有挂钩的 这个细节就表明 当年这里的人 是主动地打开城门的 另外 木製城门的外部就很平滑的 下部只得一些动物的渣痕 上部就并没有箭矢和兵器匹斩的痕迹 左真人进去看看 左登峰说了 走到左右两边 把城门的挂钩脱下来 撕出而删决 把城门关闭 而且上翻桌 这样才带着众人向东面走过去 直到这阵时 他都没有发现 这里有人类的尸骸 也没有发现有战争的痕迹 种种迹象显示 先前居住在这里的人 很可能就已经离开了 而且还主动迁徙 种人脚下的道路有十多米宽 虽然荒废了这么多年 但是依然很清晰 道路就是实地来的 上面并没有杂草重生 这就表明 先前居住在这里的人 离开之后 植物就并没有再生长 由此也可以反推出 这里的居民离开这里的原因 是这里已经不可以再生长农作物 众人是没有粮食可以吃了 咦?在北边山上 有一道气息向我们过来 移动速度很快 大头提前就向众人示警 众人听到就并没有驚慌到 因为这里是实地 而不是下面游动着巨型海洋生物的冰面 脚踏实地 心里就很踏实 敌人很快翻过山梁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那是一只众人先前都没见过的黑毛野兽 这个人的样子和狐狸有点像 不过体型就比狐狸要大得多了 嘴里面布满了尖牙 斜斜地乱地生的 狐眼向上吊一片赤红色 驱赶连尾尾有成五米那么长 四只脚落地有成个人那么高 最为奇异的是 这只黑毛巨狐的屁股后面 拖蒙着好几条长尾的 一字横排开 好像扫把那样 仔细数了一下 竟然有七条那么多 黑毛巨狐出现之后 停下脚在山腰探头就向下面看 并没有立即踩出行动 啊?七美兵狐啊? 你懂这件事吗? 佐登峰在向大头问的同时 抖低头摸索了想冲出去打架的十三 病毒令到很多动物的气息都集乱了 我不敢确定 不过应该是距离啊 佐登峰转转头看了假真一眼 假真是回忆了 立即抬起到追击步枪 欸!等一会 不要开枪了 佐登峰看到这样 抖低头看向大头 等大头给解释 极北兵狐和我二师娘有渊源的 这只兵狐有七条尾 应该是兵狐的首领泥 不可以杀的 大头有点吞吞吐吐的 你有几个师娘啊? 欸!两个 你师娘为什么会和狐狸有渊源? 时至这一刻 佐登峰终于明白 紫婆道人为什么要滞留凡间 嘻!这件事说起身就说话长了 我师傅早年曾经听过的 极北兵狐当时送了兵狐给二师娘 二师娘用兵狐帮师傅 钓了可以传音的罐针 拿来帮师傅听声啊 佐登峰微微闹了大头 大头的意思就是 紫婆道人年轻的时候 曾经聋过一段时间的 那你二师娘住在紫阳罐什么地方啊? 大头说话的年轻吾吾吾的 显然就是有所隐瞒的了 欸!西山别远 那我明白了 走吧 佐登峰下头之后 南部就向前走了 之前他跟着紫婆道人 前往紫阳罐的时候 十三的右眼曾经两次犯黄色的 十三注视的方位就是西南和后山了 紫婆道人也曾经说过 后山是他一条义女的朋友 这样一来问题就很明显了 紫婆道人的义夫人是义女 极有可能是一只可以幻化人形的狐狸精 那只七美黑狐虽然感染了病毒 但是本能他告诉他 山下面这帮人就不好搞的 所以他虽然在旁边盯到实了 但是他并没有立即攻击 不过最终他的本能 都还是被病毒和饥饿冲散了 泥叫一声之后 向着众人急冲而来 我是引走他了 大头屈膝遮力 但是力都没借到 左登峰就闪身而出了 到了近前 将那只速度 极为迅速的巨大黑狐 极速地冰封了 如果你们可以研制出 克制病毒的药物 他还可以复甦的 左登峰将黑狐 丢在路边的雪堆里 另转身就向前走了 大头摇摇鸭鸭地跟上来 那如果中途被什么动物罩了 那怎么办 放心了 都成处冰那样 就不动了 众人说着说着 已经翻过一道山梁了 眼前是一片平坦而宽阔的区域 这片区域就是圆形的 方圆有五十里 外围四十里是平坦的区域 先前应该是耕地和粟田 在北边靠近山峰的区域 是一处十里左右的古代城池 城池外部环绕着高大的石质围墙 可以看到西南两边的城墙中部 各有一处城门 中间有一个高大的武门 在武门的左右 各有一处低矮的紫门 在东北两边的城墙也是城流 想起来也是一大两世三条门境 城里面的建筑是以平顶居多的 正宗偏南是一个巨大的宫殿 东城和西城各有一处四角横尺的建筑 城里面的其他建筑 座落有字 重规重矩 完全就是中原的风格了 咦 还是没动静 大头看着手里面的仪器 他手里面这只仪器 可以探测隐石的大致范围 如果隐石在十里之内 仪器就可以显示出来的了 假真是哄在左登峰身边 假真人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古代城市呢 嗯 方九里 旁三门 各宗九经九位 京徒九鬼 左祖右舍 前朝后史 史朝一夫 左登峰说的就是古语 再加上说到没有头没有脑 众人都听不明白 纷纷转转头等他解释了 上周时期的王城和王城 有着明确的建筑标准和规定 这里插一句 对线的两个王是皇帝的王和王爷的王 左登峰继续说的 超出标准就是如月礼数 这处城池方圆九里 一边有三个门 东边的宫殿营建筑是祖苗 西边就是祭祀的社稷坛 是完全专守双周时期的王城格局来建造的 王城? 王城? 没错 王城 而且是嫡系的诸侯王 而姓诸侯的城池风格不是这样的 左登峰很正式地说了头 当年拥有地支的雍奴等 姓诸侯国的建筑都是因地制宜 并不专程这个礼数 那这里为什么会有王城? 我也很奇怪 走吧 过去看看 左登峰好奇之心大起了 率先就向前走过去 贾珍跟着在左登峰后面 左登峰 你又会对古代历史那么熟悉的? 我之前在文化所工作的 左登峰觉得贾珍的确好像她的麻吉沙 非常狡猾 先前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变相的奉承 看不出你还做过公务员 我是国民党的公务员 你们需要批评我吗? 公务员这个词早在文国时期就已经有了 假的就乘机拉近关系了 你和我爷爷妈妈之前是同事关系吗? 不是,他们是军统特务 我是小院城文化所的职员 左登峰走到路边的田地里面蹲了下来 众人看到这样 立刻就停下来安静地等在那里了 左登峰爬开那些积雪 发现雪地下面是黑色的冻土 那些泥土很薄很贫積的 并不适合种植农作物 但是冻土里面残存的农作物根径都很粗大而且发达 甚至捐入了土层下面的岩石 大头走过来问 左登仁,你在这里检查什么? 没什么,走吧 左登峰站起来就向前走 他先前这样做只是出于一种沉根究底的心理 想知道植物为什么可以在寒冷的冻土里面生长 在平坦的宽阔地带 偶然就会有各种野兽 在见到众人之后敲叫就过来攻击 这些凶猛的野兽对于普通人来说 无疑就是致命的 但是对于由收到中人 和握着枪的军人组成的队伍来说 根本就扣不成威胁 中人沿着飞气的道路向前走 前面的城池越来越近 大头握着仪器左右地飞络 但是仪器就并没有反应 过了很久之后 中人终于来到了南边的城门 这座城池有四处城门 南门无疑就是主门 城门上面的城墙上面 得丢着一个巨大的金船古字 由于饱受寒风侵袭 古字就已经模糊不清了 左灯风凌空地对着来看 看了很久才隐隐约约认出是一个仙字 左灯人快点来 就在左灯风凌空地看着城楼上面的古字 那时候 首先进入城门的大头那群人 发出一杂乱的喊叫声 左灯风落下身影 文冲出来的大头 做什么 里面有个变形金刚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欢迎你继续收听 由南月蒙面俠演播的 愿意修真仙俠小说 《残茜》 第417章 诸侯王者 左灯风就着眉问 变形金刚是什么料啊 哎呀 你看看就知道的了 大头伸手拉着左灯风 向城门内侧走过去 这阵时 众人正是围在城门的内侧 靠近城门的区域 见到左灯风来到 快就闪身让开路 众人围观的是一件很大的金属器物 高有两米左右 全身都黑色的 四肢和头颅亦都齐全 好像个人形那样 面容极为之丑陋 占耳露目 施嘴英鼻 凶神恶杀的 好像地狱的修罗 他的右手 握着一柄巨大的金属斧头 比大头使用的巨斧 还要大出不少 原来真的有变形金刚的 哎呀 他身上没有卵的 不是变形金刚啊 变形金刚哪里有这么小的 众人是七嘴八舌地 谈论着 躺在地上的人形金属器物 假真见到左灯风 神色平常 并不惊讶 疑话就问了 左真人 你见过类似的东西 这个应该是一副人形的甲咒 左灯风就说得并不肯定 欲忽之前穿戴的护身金甲 就是成片分散的 而眼前的这件金属器物 周身都用黑色金属包裹着 在手腕、脚腕、手肘、膝头膏、腰部、颈部等关节部位 就有可以移动的活节来相连 大头身手指着金属器物的头脑 不像 你看看他的头部 左灯风明白大头的意思 这件甲咒的头部 并不像沉上面具 是半圆形的 而是完整的人形头脑 那你们说的变形金刚 是什么 哦 是一种 拥有极高智慧的外星生命 一派胡言 你是修道中人 应该知道 人为万物灵长 你仔细看这句甲咒的五官 完全就是双周时期 青铜器上面的面谱 左灯风不满地看了大头一眼 他苏醒之后 对于现代人就极为不满 现代人和民国时期的人相比 就要浮躁很多了 叠叠这么多小事 都会令到他们大惊小怪 另外 现代的人也很知整 民国时期的人 饿三日 也都只是会想方似法地去找东西 而现在的人 饿一餐就咽咽咽咽咽了 啊 左真人言之有利 这个应该是一副甲咒泥 金龟子伸手指着人形金属 他的鼻下面有透气洞的 你们都让开 左灯风揮手 示意众人退后 众人听到 马上就退后了三丈 在远处遮着眼来看了 左灯风言出灵气 托起了地面上面的甲咒 发现甲咒大概在五十斤上下 四肢关节都可以活动 托托起身之后 眼部和口部就可以上下闭合 那对眼和口部一开 左灯风 立刻就看到头部的面具后面是空的 这个也都证实了他的猜测 这是一副做工极为之精良的古代甲咒 检查过后 左灯风在甲咒的侧边 发现了小小的那颗 就说明这件甲咒是可以打得开的 左灯风很快就找到了 位于盔甲右边 左灯风打开甲咒之后 众人立刻就惭愧到没有声出了 将古人制造的甲咒 当成了外国人道赚的东西 确实是很丢架的 左灯风对着走到近前的马金桂就说了 马金桂啊 长剑借泥洗一下 这件甲咒的甲咒层很厚的 而重量它是很轻的 连着武器才50斤左右 所以左灯风对它的材质产生了好奇 大头的巨斧也是一块银铁 用斧头来砍斩就不够客观的 用青钢剑就比较准确了 金桂子有些不甘心不情愿的 将长剑递向左灯风 啊 左灯人 我没有备用兵器的 左灯风想想也对 如果将它的长剑斩虚了 金桂子就没有兵器洗的了 微微想了之后 伸手在甲咒的腰间扑出了手枪 慢开保险机 对着甲咒的面部就开了一枪了 子弹射中甲咒面部之后发出了火星 随即就反弹出去了 甲咒的面部完毫无损的 连蛋坑都没留下 嗯 是某种混合金属 有铁的成分存在 哪个有兴趣再来试一下 左灯风把手枪还给甲真 等我来啊 甲真是约约肉屎的 不行 你太矮了 你来啊 左灯风伸手指了下海军士兵 甲咒的脚下面呢 有20公分左右的缓冲层的 适合身高1米8左右的人穿掌 那个士兵听到 快就射低背囊 躺进甲咒里了 甲咒面部的眼皮和嘴唇 瞬间就可以活动 士兵首先活动一下双手 最后就想要站起身 结果 右脚就歪哩歪秤的 站也站不稳 有什么感觉啊 呃 不是很好啊 有点驱促 不过关节之间好像有弹簧 活动很省力啊 呃 脚下面都有弹性的 不过右脚神了 站不直啊 嗯 那出来先啊 左灯风吹了下头 右脚损坏了 正是这件甲咒被舍弃的原因啊 那个士兵打开开关 从甲咒里面站起身 啊 这些金属有温度啊 站在里面并不动啊 哎呀 可惜右脚坏了 不可以测试速度啊 士兵出来之后 左灯风低头观察 甲咒右脚的内部 发现 在膝头哥内側的三片活动半圆 其中一片 和主体连接部位就卡住了 如果从内部硬硬地突开它 就会造成其他两片移位的了 左灯风沉淫了一阵 带上纯阳护手发出高温 等三片金属都变红之后 抬起甲咒的小腿部位就咬回转了 将卡住了的半圆金属片归位 那 再试一下 左灯风将金属降温之后 脱下了纯阳护手 他相对擅长圆阴真气 纯阳护手并不是时时都带着的 那士兵听到这样 再到就躺进甲咒里了 合拢之后 即时就站起身 扬臂伸手 踢腿蹲低 进行着各种尝试 过了一阵之后就开始滥步了 随后就跑了起身 他奔跑的速度 比常人就要快出不少 隐隐约约可以见到他脚下那一处 厚达20公分的缓冲层 有类似于弹簧助力的效果 过了一阵之后 士兵就把甲咒打开 从里面站起身 效果不太好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假真低头看着那副甲咒 古代可以有这样的智慧 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副甲咒虽然只是使用了 简单的弹簧助力原理 但是在几千年前 这个就已经算是 极为之惊人的做法了 这些金属又轻又坚固 还有我们在山洞里面 发现的弓箭所使用的那些金属丝 都说明这里的土著居民 对野猿金属很有心得 唉 就是这样我才会担心 曼小堂就接口问了 左真人 你在这担心什么 以前遇到类似的情况 都是带头来问的 现在带头就问得很少了 因为他是担心左登峰 会反问他 一反问 他就可能会丢架的 我是担心那块隕石 是不是被这帮人 无意之中练化了 这句话一出 众人即是哗然 左登峰的想法虽然是奇异 但也不可能 这里的人再聪明 也不可能有化学分析仪器 他们就并不知道这里的植物 为什么可以在寒冷的区域 快速地生长 倒序就是这么大 他们野炼金属 就要寻找抗石 一不小心 把隕石熔炼了 那也不是不可能的 畢竟 他们就不知道 隕石对于他们 有着至关生死的作用 唉 我也是在想的 走吧 进去看看 左登峰并不希望自己的担忧 蝎了众人的士气 众人听到 跟着左登峰沿着街道就向前走 城里面的建筑 是以木质建筑居多 这些木头 和外界偶然得到 而且进行了数据分析的那块木头 材质就是相同的 由于这里一直处于低温状态 城池保存得极为完整 只得少量的房屋被大风刮倒了 大部分房屋都是完毫无损的 街道左右房屋的房门 大部分就是闯开的了 走入里面 发现只得少量的木材器皿和收皮 除此之外 就并没有生活必需品 一间屋是这样 十间屋都是这样的 由此可见 这里的人离开的时候是很松容的 临行之前执拾了很长时间 可以带走的东西全部都带走了 假真就出声问了 左真人 这里先前居住的是什么人 在城里面的搜寻 并没有发现金属皿文 也没有木刻 而双周时记 根本也不会有子女的书籍 我不敢确定 去祖庙看看就知道了 左登峰虽然心里已经有判断了 但是判断和历史记作是冲突的 所以他就不敢盲目地落结论 你这个是谁 我们随便说一下 你不要经常这么严肃才行 左登峰是不喜欢说话的 可以一句话表述清楚的事 绝对就不会说一句本 这里先前居住的 应该是周朝时期 一个嫡系的诸侯 城楼上面有个仙字 仙是周文王的第三子 历史上称为管宿仙 他的封地在河南 是镇守一方的方伯 方伯是折制一方的大诸侯 管着很多的细诸侯国 相当于清朝的纪省总督 根据史书记载 这个人后来和他的五弟 以及前朝的王子一起谋反 结果谋反魅城就被杀了 左登峰带着众人 向着东城就走过去了 左真人 你怎会对历史这么熟悉 假真是再度问出了 之前问过的问题 而这一次 是在深月成福的基础上 加了一些疑惑 因为普通人根本记不住这些细节 我之前要搜寻 和周朝有关的六件事 所以对于那段时间发生的事 进行了详细的了解 原来是这样 在古代 诸侯王用自己的人名 作为地名的情况 并不少见 仙是文王的第三子 如果他之前住在这里 那城楼上的仙字 就顺理成章了 但是历史记载 他是被杀了 所以现在我也有点疑惑 不过我感觉应该还是管缩先 因为 尸不理管缩先 是不是真的被人杀了 他之前确实是谋反了 谋反的人 被发配到极北之地受苦 也都很正常的 但是这一点也有疑问 那就是北极不是周朝的领土 周朝人甚至都不知道这里 金龟子就出声问 左阵人 你说会不会是有修道中人 救了那个诸侯王呢 而那个修道中人 又对好知道 有一个这样可以藏身的地方 于是就把那个诸侯王送到这里来避难 善于拆鞋的人都是聪明人来的 蠢才是不会拆鞋的 拍马屁也都拍不准 左登峰听到 皱紫了眉头 出晒神地在想东西 好久好久都没出声 欢迎你继续收听 由南越蒙面俠演播的 愿意修真仙俠小说 《残暴》 第418章 《三监之暖》 假真见到左登峰 一直皱紫眉头不出声 于是就问了 左真人 你做什么事 嗯 没什么 去草庙看看 左登峰收回思绪加快速度 中国人是重视宗室的 有祭祖的习惯 古代城池里面 都会有两座祭祀场所 这里也不例外 东城的祖庙就是祭祀祖宗的地方 而西城的舍迹坛就是祭祀祀的场所 祖庙是一座独院建筑 木门是关实的 推门进去 在圆的正中是一条通道 在通道的左右 各有一个高达五尺的金属香炉 香炉的材质就不是青铜 而是一种颜色泛灰的金属 左边的香炉是三只脚的 而右边的香炉就是四只脚 在古代基数代表男子 偶数代表女子 这两座香炉分别制制的是 男性和女性先人 这两座香炉 并没有中原地区香炉上面 那种云文和龙凤的文色 只是注着两个字 三只脚的香炉正面注着基字 反面注着钦字 而四脚香炉正面也是一个基字 反面就是坤字 虽然还未进入四角横尺的正殿 但凭这两座香炉 左登峰就已经确定 这座城池先前就是管宿先的城池 因为基姓就是周朝的觉姓 天子就是姓基的 管宿先确切的名字就是基先 管就是他的封地 宿是他的辈份 因为他是文王的第三仔 比二哥也就是周母王基法要洗 所以就称宿了 王城祖庙有七间房的 严格地专寻天子狗诸侯七的礼数 拥门进去 祖庙里面并没有祖宗牌位 只是剩下大型的长条型供台 和供台上的香炉 院里面的香炉是俗人祭殿的地方 而供台上面的香炉 就是诸侯王以及世子祭祖的专用器物 按理来说也应该是乾坤两只香炉 但是这里的供台上面 却是摆着三只香炉 其中两只摆放在靠近曾经放置灵位的区域 一左一右 而第三只就靠外面 位于正中 是一只三脚香炉 两边并没有耳朵 香炉就是礼仪用具 也是凡人和先人或者列祖列宗交流沟通的性物 在古代使用就很慎重而且严格 祖庙里面就应该有两只香炉 因为这两只香炉并不是针对某一个先人的 而是包含家族所有的男性先人和女性先人 两个就够的了 没必要用三个 这个第三只香炉是这三脚香炉 也就是说制制的是个男人 正统的香炉全部都带着商议的 但是这只香炉并没有商议的 这个在制制礼仪之中属于生人制制 性质就类似于老百姓帮某位清官起的生池 因为这个人都还在山的 所以香炉就没有商议了 这个第三只香炉出现在祖庙里面 表明当年曾经有一个男人 对他们这一只族人有着等同父母的恩德 如果不是不喜欢享受这样的待遇的 可惜排位就被这里的居民带走了 没办法正面确定 这个帮过他们的人是谁 假真掃了一圈空荡荡的祖庙 左真人 这里什么线索都没有 不如我们去皇宫看看 该有的都有齐了 你还想要什么线索? 中人认为没有线索是因为他们不够细心 同时也因为他们的知识面贵乏 这个是一只再生香炉 是制制生人的 曾经有一个男人帮过他们的 金龟子就是渡门中人 渡门中人自然就懂得更多传统的仪式和礼节 万小堂接口问 马真人 什么叫做再生香炉? 金龟子一直背着他 两个人的关系自然就近一点了 哦 祖庙里面不应该放这样的香炉 除非有人曾经救过他们的命 如同他们的再生父母 那他们才有可能和因人烧香 再生香炉就是我们的口语 正规的说法是生炉 也就是制制生人的香炉 左登峰看了金龟子一眼 继续说 这个人的年纪在四十多岁 虽然修围不如大头 但是见识却是被大头要捉 饭就不会白吃的 桥也没有白过的 人活于世自然也不会白过了 哦 左真人肯定知道是什么事的 那我就猜来看看 猜错了大家都不要笑我 金龟子首先留下后路 免得像大头一样 被左登峰问到没了面 那左真人也都说了 这座城池可能是基仙的王城 我感觉这座城池的主人 就是基仙本人 他是周母王的三弟 周母王在世的时候封他为方白诸侯 有自己的地盘却依然在朝廷任职 用清朝的说话来说 就叫做父征大臣 用现在的说话来说 就是政治局常委兼大省省长 这样的角色还有一个 就是周母王的四弟基旦 周母王就是老尔 老尔死了之后 老三和老四都是附政大臣 但是老三的封地在河南 他没有可能一直在中央蹲在里面 那左真人 周承王那时有多大? 金贵子说话说到一半 转头就看向左登峰了 啊 登基的时候好像是十三岁 啊 还是左真人记得清楚 大家想想 皇帝儿子才十三岁 肯定谁在他身边时间长 他就喜欢谁 那时间一长 小皇帝自然就跟老四基旦走得近 那基旦大家可能就不熟悉 就是很有名的周公旦 周公旦乘机把持朝政 老三基先发现苗头不对路 那就联合了封地在他旁边的老五 以及武庚共同起兵讨伐周公旦 结果就兵败了 这个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三监之链 接着就是我猜的 基先当年的权力很大 而且又是东部的方伯 他总有机会接触修道中人 那修道中人在他有难的时候帮了他 将他和族人带来这里避难 于是基先族人就在祖庙里面 为那个帮过他们的修行中人加了香炉 金龟子的分析换来在场众人敬佩的目光 这个人的分析能力略有不足 但是他知道历史上的大事件 所以就令到这些应该懂历史 但是偏偏就不懂历史的年轻人大为之敬佩了 我只是猜一下 有什么不适合的地方 请你多多指教 金龟子看到左登峰面无表情 以为是抢了左登峰的风头 左登峰心里不高兴 啊 你分析得还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修行中人要救一个人没问题 但是要救基先全族似乎不是很可能的 啊 那你的意思是 按照这座城池的规模来看 当年居住在这里的人至少都有两三千人 就算是来到这里之后繁育了一些 当初来到这里的人也不再少数 如果没有周朝的许可 他们拖家带口那样绝对出不了国境 我同意你前半段的分析 但是你说是收到中人救了基先 我认为不完全对 救他们的人可以知道这样一处位置 肯定是有一定的收违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这个人在周朝应该位高权重 可以光明正大地救了这些人的 啊 姜子牙 啊 金贵子在第一时间就想到答案了 其实答案也不难估 两者兼备的人只有姜子牙 是啊 据我所知 姜子牙和周公丹的关系并不好 死后并没有按照周天子的要求回到周国安藏 而是自己选择了墓地 由此可见周公丹当年的所作所为是激起了功愤的 基先和他的五帝基道是基家的自己人 所以他们选择的方式会更极端一些 姜子牙虽然也不满周公丹的做法 但是他年纪大了 还是个外星人 于是就采取了不民不民的态度 在基先和基道兵败之后 姜子牙就想办法保住了他们 而且把他们送到这里 啊 这样啊 左真人 你怎么知道姜子牙没有回周朝安藏的 大头始终是年轻人 按住好奇心 因为姜子牙的坟是我画的 这句话一出而已 周围就一片啊声了 左真人啊 姜子牙为什么要保他们呢 金龟子更加关心左登峰推断的依据 你问得好啊 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事的 我觉得姜子牙之所以要保他们 有两个可能 一是顾念旧情 姜子牙是民王时期的老神 就算辅助武王 也是为了报答民王的知遇之恩 也就是说 和姜子牙感情最深的还是民王 而基法 基先 基旦 基道等人 都是民王的儿子 在姜子牙眼里面 这些人都是民王的血默 他不希望这些人自相残杀 所以才想办法 保住了谋犯的老三和老五 噢 视以为知己者死 姜子牙和诸葛两都是尺背僑楚了 就有另一个可能的 姜子牙被封齐国在山东 而老三和老五的封地在河南和山东相伦 姜子牙这样做 或者本意不是为了收买这两个诸侯国的人心 但是后来齐国的的确确是取代了管国 成为了东方的方霸 也就是东方最大的诸侯国 左登峰说完 众人就长时间都没出声 每个人的思维连贯性和反应速度都不一样 众人是都没反应过来的 金龟子又问了 左真人 据我所知 姜子牙并不像封神榜上面记载得那么厉害 他也只是粗通修真饭门 那他怎么可能知道北极有这样一处地方 他觉得左登峰的推断过于主观 姜子牙有一只飞禽的 可以日行万里 如果你被封之后 你肯定都会到处转来看看 左真人神机妙算 实非我等所能忘背 你口服心不服 你肯定想问这里的人 为什么会擅长野恋金索 不敢不敢 左真人人说笑了 那为什么呢 大头的好奇心就比金龟子要重 左登峰的神识微微有点兴奋 姜子牙有一本奇书 名为天算文差 这本书分为四大篇 分别是兵法十三章 古虚法十二章 奇门遁甲一千零八十局 《连气两篇》 《连气两篇》里面记载的 就是对金属的野恋和器物的製造 姜子牙极有可能将《连气两篇》的内容 传给基仙的族人 否则他们拉不出长弓所用的金属丝 也做不出我们先前看到的那件甲咒 《连气两篇》 欢迎您继续收听 有南越蒙面俠演播的 愿意收真仙俠小说 《残暴》 第419章 我之前的确是在想 基姓族人为什么可以做出那件甲袖 左真人 你好像很高兴 大头就很疑惑 因为左登峰说话的神情 微微有点兴奋 姜子牙是我的老对手 时间九十年 竟然还可以碰到她 这个难道不值得高兴吗 左生人 你怎么会和姜子牙是老对手 假真对这个好似迷的男人 越来越感兴趣了 这件事讲起身一匹布那么长 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尹蛇 先检查一下城池 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左登峰停止了对这个问题的探讨 众人都项头答应了 转身走出了祖苗 分头去找线索 仇慕与带他们去西城 马金贵带曼小堂检查东城 整个城池都在我的庇护范围之内 可以自由活动的 一定要仔细找一下 最后在皇宫集合吧 左登峰分派好任务 众人答应一声分头就去了 有了明确的活动界线 众人终于都不用时时刻刻担心 脱离左登峰的庇护范围 这个就令众人感到十分自由 左登峰 我们要找什么线索 假真是跟着在左登峰的左边 左登峰右边就是十三个固定位来的 没有谁敢抢 左登峰随口回答他 所有的细节 和木器和器上的文字 这座城市就已经空了 他并不认为可以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如果这里没有线索 那就只能够去找当年野炼金属的地方 到了这一步 基本上就是最坏的结果 左登峰 左登峰 你不要整天拿着口面 我都替你累 在没有其他人在旁边的时候 假真套字就很轻的 把声还好 你和你阿嬷真是一个样的 左登峰没有口气的 瞅了假真一眼 假真走快几步跟上了左登峰了 左登峰 问你件事 我妈妈当年 是不是亦都喜欢你呀 左登峰听到之后 并没有回答他 他听出了假真的言下之意 他也知道 假真是专专加上亦都两个字的 左登峰 我知道你有九十年 是住在冰峰状态下的 其实 你都没较三十岁 还小过我呀 慢小堂真是多嘴 两个女人 就经常一起去解手方面的 假真肯定是乘机问了慢小堂 慢小堂和大头 都知道他冰峰的事的 现在就剩下我们两个人 你有什么想法就说 这种机会 不多的 假真就并没有因为左登峰反应冷淡而收口 你认为我可以有什么想法 左登峰停下脚宝 基因和血脉竟然可以令到假真和几砂那么相似的 面皮真的薄的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偷看我干什么呢 几砂的美眼 伏伏声就不停抛起来 我是担心你有危险的 我想做什么还需要偷偷摸摸吗 先前在冰上面休息的时候 假真是外出解手 左登峰起身看着他 假真肯定是看到 以为左登峰在那里装他 假真左右瞅了一下 你是不是有心理障碍呀 哎呀你别当我是他孙女啦 当我是陌生人就可以了 左登峰并没有回应他 担步就向前走 假真左右瞅瞅的动作 说明这个人想动手 几砂可以做得出来的事 他的孙女也肯定做得出来 你走什么呢 假真坏笑着就跟上来了 你到底想做什么 直接说出你的目的 不用在这里整饰整水 凡事都有原因的 左登峰就不明白假真为什么要勾引他 也都不明白假真想达到什么目的 假真就并没有答到左登峰的问题 而是强着头笑骑骑地看着他 实际上他也并非有什么欲望的 而是对于左登峰觉得很好奇 对于一个能力强大 而且充满了神秘感的男人 每个女人都会好奇的 好奇到了极致就是占有了 女人就不像男人那样有征服的欲望 但是他们有占有的想法 我之所以照顾你 是因为我和你阿爷阿玛是旧色 就是这样而已 我在去埃及的时候 曼小堂被阴魂附身走得出去 我是担心你 也都遇到同他一样的情况 才一直盯着你而已 并不是有意要偷看你 还有 我等你和我一起 是因为这样的组合最方向 仇慕与收为不低的 他可以保护两个士兵 而且他细心可以独当一面 马金贵的收为比仇慕与要低 他只能够保护一个 曼小堂和他一族就最合适了 你跟着我也很安全 你不要胡思考 如果你没有想法 就不会刻意和我保持距离了 假真跟着左登峰走入了黄城的大门 我对所有女人都保持距离 不单止是你 左登峰停下了脚步 假真就太分他的神了 这样会严重影响他的观察和判断 我不知道你有难言之忍的 对不起啊 激将法对我无效的 你应该对我充满敬畏 你应该知道 我杀你 不会被捏死一只矮要难的 虽然左登峰把嘴 就说激将法对他无效 但是假真的说话 还是伤到他了 没有哪个男人 愿意被人说成无能之辈的 另外 他也发现假真是专专要激他生气的 这个女人的确很聪明 但是他的心思就没有用适合地方了 几沙做的事 衰衰的都有明确的目的性 但是假真没有的 他纯粹就是拿来搞的 我知道你好厉害 你搞死我咯 假真撞大对眼 一点都不在乎这样的样子 我真是想兜巴胜利 左登峰挖住假真 他从假真对眼里看到了飘忽 这种飘忽 表明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没有条理 没有原则 没有深度 甚至是没有目的 这个也是现代人的通病 不过左登峰尽管看穿了假真 也都知道 他是专专用搞这个字来挑逗他 但是 他都只是扔下一句狠话 而没有真的动手打他 他虽然为人尖蕊 对女人却是不苛刻的 打哪里啊 左登峰听到 令头长叹 他对这个假真真是没有符合了 他不明白 为什么九十年后的女人会是这样的 他也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非常生气 但是他并没有惩戒假真的想法 帮我拿着先 假真将步枪递向左登峰了 左登峰见到这样再度叹气 假真专专用双手握着枪管 以他的臂力根本就不用这么做的 这人的一举一动都充满了曖昧和隐忧 由于不知道假真想怎么样 左登峰还是接过了步枪 假真向旁边跑开了 没有走多远就快速地解开了腰带了 我要去放水不准偷看的 左登峰生气了 但是他并没有怪罪假真 他在怪自己为什么不下手去惩戒他 与此同时也在深挖自己内心的想法 静心之后很快就找到原因了 他不打假真是因为潜意识里面 对于异性引诱自己感到很舒服 想到这里 左登峰对着蹲在地上的假真握了下手 假真根本也不想方便 见到这样 马上滴起一条褲子就走回来了 我是不是很不知丑啊 不知为什么 我一见到你 就发自耐心地喜欢你了 假真伸出双手靠在左登峰里面了 不要跟我耍心机 你的心机没够啊 左登峰抬手 发出原因真气 把假真逐温冰冰冻 他并不相信假真所说的说话 因为假真的说话看上去好像反省着 实际上正好是中了男人的远力 这个就表示他是个情场高手 至少是自以为高手 假真紧张地想保持着笑容 只要你开声 我可以动都不动的 没必要冻住我是吗 我都不知道你们这帮人 在想什么的 或者你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但是我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左登峰吹动原因真气 将假真急速冰封了 十三见到左登峰冰封了假真 疑惑地抬头看着他 唉 和他们相处太累了 左登峰将暴枪放在假真向前伸着的双臂上面 假真无疑很聪明 但是可以被人看出来的聪明 这就不叫聪明了 人和人的相处技巧固然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真诚 双周时期的皇宫 和明清时期的皇宫不同 双周时期的皇宫 只有前后两个院 前院是诸侯王义士的场所 而后院就是住家眷的地方 这里前院佔地有十多畝 平整而空荡 只是在宫殿大门的南边台阶下 树立着一座灰色的石碑 由于院里空荡荡 那座高达八尺的石碑就显得格外显压 从古至今都没有在皇宫或皇府正殿前面 树立石碑的习俗 左登峰快步走过去 发出灵气 将石碑上面附着冰雪吹走 发现石碑上面 就刻着几百个拳头那么大小的古字 由于有冰雪的覆盖 这些古字就保存得很完好 字迹还很清晰 这个是一座功德碑例 成篇以感恩戴德的语气 记载了姜子牙在危难时刻出手援救 而且帮他们寻找妻生之地的事 碑文用蒙烂两只字 省略了基仙起兵之前的事 以上父专称姜子牙 虽然碑文的用词很悲惨 冥恩入骨 但是左登峰依然发现了端矮 碑文里面有一句 托惟于上父 举千于极北 托惟的意思就和托姑差不多 只不过是对象不同 托惟犯子子民 而托姑就单止幼王 这句话的意思是基仙在临走之前 将自己的子民托付给姜子牙 然后举家迁而来到这里 古文之所以很难明白 有很大原因就是因为通假字很多 碑上面刻着的是一千千子 在这里就需要理解为千帅的千 看完碑文 左登峰发现姜子牙刑救基仙 的确是为了收买人心 可惜基仙就不知道姜子牙所在的齐国 后来就代替他成为了方白诸侯 否则基仙一定就不会对姜子牙感恩戴德了 过了一阵之后 左登峰兜过石碑走上台阶 台阶是四十九度 也是诸侯的用数 精电的大门就是关着的 左登峰随手推开了电门 电门一开 左登峰猛然皱眉 对了 皇宫里面有一个人 欢迎你继续收听 由南越盟面俠演播的 愿意修真仙俠小说 残浦 第四百二十章 袁武真勇 周朝那时的皇宫风格 和明清时期的皇宫 有着很大的不同 殿里面并没有林郎华美的陈设 只是一间很大的房间 东西墙有百米 南北阔有七掌 门里面有两排销角的台阶 分裂通道的左右 左右角三章 这些台阶的高度 适合人直地而坐 在台阶的下面还铺垫着收皮 正殿北边有一个离地尺几的木台 台上有座位 座位上僵坐着一个人 这个人无疑就已经被冻死了 就算是在极冷的区域 死亡时间过长也会导致脱水 所以这一具尸体处于干尸状态 尸体身上穿着红色的滚服 头戴垂珠灌面 下配笑臂做虚 左灯风掃视了一眼垫里面 确定没有机关了 这样才带着十三滥步走进去 走到木台上仔细地看这个人 虽然脱水风干 但还可以大致地看出这个人生前的样貌 面四四方方 额头很阔 鼻方口阔 以垂肥口 道经都有云 相由心生 一个人的样貌往往就和他的境遇 福禄 仇命 性情等因素有所关联 这个人的样貌是属于慈善的王者之想 就算是死了这么多年 依然会显得僧灵 通过他牙齿的磨损程度 以及样貌来看 这个人死亡的时间年纪 应该是七十岁左右 这个人头上的灌面有十四条垂珠 身上的滚服分为上衣 和下衣 上衣受有日 月 星 山 和睡了 而下衣受有水草 火炎 米粒 和刀斧 累计就一共有九种文色 在双周时期 皇帝的衣服上面有十二种图案 诸侯就有九种 另外皇帝的灌面就是九楼面 前九后九 而这个人就是七楼面 根据他的衣着和配色来看 这个人应该就是管国的诸侯王基仙了 三监之乱的时候 基仙的年纪还未到五十岁 由此也可以推断出 基仙等人在北极地区居住了二十年左右 后来这里就不适合人类居住了 基仙一族就举逐迁征 而年老看衰的基仙 就选择留下来了 确定了这个人的身份之后 左登峰开始在正殿去搜寻其他线索 但是这里就并没有带文字的木刻 也没有住有名文的金属器物 找了很久一点收获都没有 到未到一个时辰 金龟子和曼小堂才回来了 金龟子托着硬挂挂的贾珍跑入大殿 左登仁 出了什么事 跟在后面的曼小堂 滴着贾珍的步枪 他觉得要我帮他降溫 金龟子应了一声之后 把贾珍放回落地 贾珍全身散发着隆重的寒气 这种寒气和普通寒气不同 他也受不了 曼小堂伸手指着皇座上的尸体 左登仁 这个死人是谁 三千年前的诸侯王 你们有没有发现 左登峰放下木箱 坐在一张瘦皮上 有 东北角有一个很大的仓库 是那金属大门 马真仁他没胡动 假珍出现之后 他和左登峰说话少了 心里多多少少有些失落 现在假珍被左登峰冻成冰 身为女人 他难免会有幸灾乐祸的心理 走啦去看看 你带路 马金贵留下来看着假珍 左登峰起身就背起木箱了 金龟子猛烈透了 哎呀不行不行 他不能动 我一个男人留在这里有失礼数 左真仁啊 你还是等他起身啦 那你背着他一起去啦 左登峰濫步就向外面走 金龟子听到 岳然得睜大眼睛只有个孔 左右勺了一下之后 拿过一张瘦皮捲起假珍 屈膝把他托起身啦 中人刚刚出门 大头从西面飞下来 神情微微显得激动 左真仁你去社稷坛看一看啦 接着他疑惑感瞅了一眼 金龟子肩膀上的假珍 哎呀他要做什么呀 社稷坛里面有线索吗 左登峰并没有向大头 解释假珍的情况 金龟子在后面 静悄悄伸手指了一下左登峰 向大头示意是左登峰落的手 呃 社稷坛里面供奉了一只怪物的雕像 你快点去看看啦 大头转身就带路了 社稷坛是祭天的地方 为什么会供奉怪物啊 左登峰跟了上去 事有缓急啊 还是先去西城的社稷坛一查究竟先 不清楚啊 怪物的雕像好像传说之中的袁武啊 哦 袁武是古代四大圣兽之啊 属水 震北方 这里有他的雕像也不奇怪啊 袁武神像之前我见过的啊 但是这尊雕像跟袁武不是很同的 你去看看就知道的啦 大头加快了速度 左登峰听到就没再说什么了 大头也是道门中人来的 一尊普通的袁武神像 不会令到他那么惊讶的 一炷香之后 中人就来到城西的社稷坛了 古人祭祀是将祖宗和天地神明分开来祭祀的 祭祀方法也都不一样 祖庙祭祀的就是先人 而社稷坛祭祀的就是天地了 社稷坛的样式和祖庙相似 不同的是 这里的房屋就更加之大 众人赶来的时候 两名士兵正在外面等着 见到众人来到了 那才一起进入了社稷坛 社稷坛的殿门就是开着的 都还没走近 左登峰就发现 在正殿的神坛 缩立着一尊巨大的雕像 雕像是由巨木雕刻而成的 身体是一只龟类的动物 但是龟壳里面伸出的 并不是乌龟的头壳 而是一条蛇形的颈和头颅 过了一阵之后 终人就进入正殿 左登峰近距离地观察着 这一尊奇怪的雕像 这件事和传说之中的 袁武有点类似 但是样貌体态 却是和袁武相差甚远 传说之中的袁武 是两只动物的合体 但是这尊雕像却是一只动物 形状就像一条巨蛇 背负着巨大的龟壳 这个人的颈很长 覆盖着鱗片 头颅和龙头有几分相似 但是却没有龙角 巨壳就像龟类的甲壳 但是它的甲壳并不平滑 而是高低参痴坑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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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阵时只是指指点点地 觉得这尊雕像雕刻得唯妙唯超 在听到左登峰的说话之后 纷纷就回头了 面大疑惑地看着它 我们通常见到的园武雕像 都是世人艺术化了的产物 世上不可能有蛇龟合一的动物 这个才是真正的园武 这些人可以雕刻得这么形象 说明他们之前见过这种动物 左登峰走上去检查雕像下面的香炉 香炉里面有些黑色的火粒状的东西 左登峰拿起一块 捏碎之后发现并不是香灰 而是某种植物的种子 金贵子托着假针就出声附和了 啊 左针阳说得对啊 双周时期的人不像现在的人想象力那么丰富 青铜器上面的纹色也大多数简朴古绝 那这只园武雕刻得这么精细 肯定有问题了 这只乌龟背脊上好像托着整座山似的 万小堂伸手指着园武的甲壳 左登峰听到转头看了万小堂一眼 万小堂虽然没有说明 但是言下之意就是这尊雕像夸张了 世界上哪有可以驼动山峰的乌龟 我之前见过金龙和他的头颅极为相似的 只不过这只动物没有龙过 若不是亲眼见过这只动物 没有人可以雕刻出龙头和龙爪的 古人供奉他做什么? 供奉神明其实跟我们人间送礼的性质差不多 祖庙里面供奉的比较单纯 类似于亲友之间的走动 感恩和感谢的成份居多 而社职坛的祭祀目的性比较重 通常有两个目的 一是祈求对方给予恩惠 二是祈求对方不要降灾 曼小堂就对大头问 仇武语 你在做什么? 大头这时候 只是把背包里面的资料 翻到城地都是 快速地翻找着什么 在找资料 其中一名士兵好奇地问 左真人 那你说他们制治这只乌龟的目的 是为了跟他要好处 还是让他不要来搞破坏呢? 他们对袁武就不了解 不称为乌龟了 左登峰走得神探更浅 指着袁武的颈子 你们看到颈子上面的锁链了吗? 看到了 那个士兵就猛咬头 左登峰不满地瞎了他一眼 没再解释了 金龟子就代替左登峰解释了 左真人的意思是 他是被删起身的 肯定就不能出来危害其他人 既然也不能危害其他人 那这里的居民供奉他 那只能是为了从他那里得到好处 哦 那就好了 那就好了 两名士兵包括曼小堂 听到这样都放下心了 好什么? 按照达尔文的进化理论 人应该越进化越聪明 你们为什么越进化越蠢? 这只袁武是被删起身的 他的活动范围有一定的限制 你说他可以带给这里的人什么好处? 呼风唤雨保一方平安 那些是风伯雨丝做的事 他做不到 他可以做的就是在居民靠近他的时候 不攻击他们 左登峰伸手指着龟壳上面 好像山那样的东西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我们要找的东西在他背上 不可能 有可能 大头拿着两张资料递给曼小堂 一张就是上年卫星探测的 一张就是今年的三月 水底的那柱焦石的位置 有了轻微的变化 你的意思是说 那柱位于水下面的焦石 是一只乌龟来的? 曼小堂终于明白过来 我只是说有可能 不竟那座焦石有多大 我们并不清楚 现在北极地区 动物的气息极为之集乱 让我走近一点 再仔细确认一下 金龟子哭喪着面 哎呀 左真人曾经说 外面发现的那块木 是潜水艇上的 现在看来 左真人真的说对了 那些人之前很可能经常下水的 这阵时北极的冰层下面 聚集了大量被病毒感染的巨型生物 这阵时如果下水 那就等同于喂食 左灯风苦笑就另头了 哼 事情还没到最坏那一步 先不要自己吓自己了 走吧 去东城看看 各位老朋友 有空就欢迎来 南越飞升社的听友群聊聊聊 南越盟面俠和千般风流都在 加V号 NYFS 中横降2022 就是南越飞升的前面那个字母 NYFS 中横降2022 找灯风吧 我们等着你啊 欢迎你继续收听 由南越盟面俠演播的 愿意修真仙俠小说 残浦 第421章 周潮潜艇 众人听到左灯风这么说 凌转身离开大殿 个个得头得脑地跟在后面 左灯风的判断极少出错 如果这一次他推断得没差错的话 这件事就真的棘手了 左灯风见到众人都头得脑地 情绪很低落 硬硬折出笑容来安慰了 哼 都不用过分担心的 最坏的结果就是 那块银石被熔炼了 这个结果还不算最坏的 更何况 我们要找的是高空最落的银石 银石刚好得这么巧 落在圆武背脊上的可能性也很小 再说 如果要落水也是我落 轮不到你们的 哼 你这棵大树如果倒下了 我们这帮凯利啡 一个都走不了 曼小堂也跟着说笑 自从贾珍被冰封之后 她的心情就一直很好 大树拿着仪器左右摔 左真人 我们尽快搜完这座岛 然后去北边的岛序再检查一下 你去吧 不要超过五十里 那个是我的极限 大树手里面的仪器就是最为精准的 与其花费大量的时间推理揣摩 都不如尽快地搜寻整个岛了 那好吧 我尽快回来 大树凌空而起 向着西北方向掠过去 众人经过长时间赶路已经极为疲了 在途径皇宫那阵 这里是一处很大的建筑 佔地约往有五畝 四座斜顶石側建筑紧密地连在一起 銜接之处并没有垃圾 中间的区域有一道石砌的烟道 高窗屋顶成像左右 一眼看下去好像一座巨大的仓库 但是烟囱的存在 又令到这处和工厂的厂房有几分相似 建筑的入口就位于南边 阔和高都有一像多 是金属质地的商开大门 这时候大门处于关闭状态 门上就并没有落实 左登峰伸手指了大门 这一类大门通常都是向外开的 你去拉来试一下 大门左右的门线下面 都有一堆手腕那么粗有的锁链 这两道锁链充当的无疑就是把手了 金居只听到就走上去 伸手试探性地去碰下那堆锁链 哎呀 他不咬人的 左登峰这阵时需要分出大量的灵气来庇护大头 如果不是早就亲力亲为了 啊 左真人讲笑 如果温度太低 这样握上去会刺掉一层皮的 金居只一探手握住锁链 杂行马步 出力就向后面拖懵了 这两线大门的分量就极重的 金居只咬牙碌眼地 拉开了两米左右的缝隙 好 行了 修行中人可以晚上看到东西 不需要十足的光线 左登峰站在门口外看了一下情况 发现里面是一处巨大的田字形空间 各处都堆放着大量的事物 最显眼的东西就是位于西南方向 是两只像潜水艇那样的木船 就在左登峰探着头去撞的时候 十三已经一马当先走进去了 左登峰担心十三的安危 也跟着跟进去 金龟子跟着左登峰进去 咦 它们竟然真的造出了潜水艇啊 左登峰露了头 在进入这一串巨大的空间之后 它最先感觉到的就是温度的变化 与外界相比 这里就要暖很多 这一片田字形区域 东西两边都有隔断 现在就只能够见到西南和东南两处 在西南方位放置的 就是那两只 类似于潜水艇一样的古怪船井 这两只船就并不是很大 长到大概有十多米 呈梭型的 也就是中间阔两头窄 而中间最阔的部位有三米左右 船身就是木造的 入口在下面 总体来看是像热气艇 多过像潜水艇 这两只木製潜艇 是被浪起来摆放的 在左登峰转着眼看着潜艇的时候 十三一纵身跳到潜艇上面 就会看到了 猫科和动物都有攀高和磨爪的习惯 十三也不例外 跳到潜艇上面之后 他立刻就伸出爪子 开始插钩了 磨爪最好的对象就是木头 不过十三的这一爪就并没有插实 一爪下去 直接就把木板插出一条 几公分那么长的阔口 十三眼看不妙 立刻重新跳回来 一跃之下 后脚又在艇身上踏出了两个洞 哎 为什么会这样的 金龟子看到这样猛言大惊 他先前以为木製潜艇还能使用 没想到就这么不扎实 左登峰走上去 用手指捉了一下 直接就冻穿了 哎 时间太久了 这道温度不算很低 木头已经腐扭了 左登峰爬开木板 探头就走入仓 发现这个潜艇的内部凶哩哩 而潜艇的构造也极为简单 并没有动力系统 有几道金属圆在内部充当骨架 外面覆盖着长条的木板 而木板的外面再套上金属的圆枯 在仓体下面有一处椭圆形的缓冲区域 有一个人差不多高 两袍左右的粗油 底部的盖就是可以活动的 这个缓冲区域应该有两个作用 一 是到了水底之后将人放下去 去水里面作业 二 就是在作业完成之后 放了压仓石 等潜艇上浮 外界的人发现的那片木板 先前应该就是潜艇下面缓冲区域的盖 金龟子看到左登峰上上下下观察潜艇 还以为他想加以收复 啊 左亲人啊 那还可以收复到吗 收复不到的了 左登峰研究潜艇 只是想搞清楚他的工作原理 这个是在文化所养成的沉根究底的职业病 金龟子伸手向东面指 啊 那边有木头 我们可以重新枯一下他 在和这里相对的东南区域 堆放着大量的巨木 以及部分还未员工的生活器皿 左登峰再度拎下头了 工具都被他们带走了 怎样拖木头啊 那啊 用刀剑咯 不要挂着弄潜水艇了 我们的水平肯定比不上当年的工匠 万一不错 中途漏了水 那就变成潜水艇了 但是没有潜艇 我们怎么下水啊 也不一定就要下水的 更何况通过这支潜艇的构造来看 他下潜的深度也很有限 至少不会超过人类 所能够承受压力的范围 左登峰伸手指着木造的潜艇 这支潜水艇没有工作区域的 到了海底 还要由人来潜水完成工作 如果太深 人在水下面就会被水压压云的了 金贵子听到就猛咬头了 他咬头只是赞同佐登峰的分析 但是心里面就并不乐观 佐登峰随即行向了对面的东南区域 这里堆放着很多原木 十三这阵时正在木头上磨爪 这片区域应该就是木杖当年工作的地方了 在双周时期 铁杖、木杖都还未细分 统称为杖人 这里遗留了很多还未员工的木製器皿 这些器皿大部分就是矛盾结构 部分的物件也使用了类似于钉的金属条 另外这片区域虽然遗留了很多半成品 但是摆放得确并不集乱 由此可见 当年的工匠在工作的时候还是井然有序的 金龟子看到佐登峰站在这里 很久都没移动 忍不住就出声吹畜了 左真人去里面看看 通过这片区域你可以发现些什么 事实上佐登峰观察和想法 只是用了不到半炷香的时间 随后的一段时间 他也在等着十三磨爪而已 呃 这里的木杖和铁杖的水平很高 超出了同时期的中原地区 你先前说得对 肯定是姜子牙留下了练气两篇给他们 浅了 你仔细看看 这里堆积着那么多木头 但是工匠在做器物的时候 并没有采用漏空的手法 而是采用拼接 地下连拳头大小的木块都没有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省 呃 请左真人解画 金龟子比大头要聪明得多 知道猜不准 干脆就不猜了 嗯 折约的本质就是为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生活下去 当年的工匠非常折弱 说明了他们对未来有长远的打算 但是留下的那些未员工的器物 表明变故发生得很突然 他们之前并没有心理准备 一个明知就来死的人是没有心思工作的 更加不用说什么折弱了 左登峰抬手入十三 凌转身就向北边走了 金龟子快步跟上来 哦 呃 确实是这样 不过知道这些对我们有什么用呢 皇宫里面的干尸就是诸侯王基先 他叛乱的时候五十岁左右 根据他的样貌来看 他们这一帮人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年左右 二十年都没有出事 说明这里的环境还是很稳定的 那为什么忽然之间就发生变故呢 只有一个可能的 那就是发生了一件不属于这里的事 哦 那是什么不属于这里的事呢 那就是外力干预了 他们在好地地 忽然之间出现了一种外力影响到他们 这种外力 有可能是天 地 人 三个方面之一 现在 还不可以确定是谁 哎呀 左真人 糟了糟了 这次真是糟了 就在两个人正在聊天的时候 外面传了大头的叫喊声 两个人听到声 停下了脚步转转头 发现大头方失失地从外面跑进来 怀里面抱着一块古怪的东西 出了什么事啊 大头虽然年轻 但是很少做出大驚小怪的夸张举动 他这么紧张肯定就出了大事了 你看看 你看看 大头快速地掠起来 把怀里面的东西放下了 那个是一块锅盖这么大小的灰色渣土 上面还带着小量积雪的 大头将那块渣土放下 然后从怀里面掩出了那件仪器 转到左灯锋面前 这个是在后山谈到野炼废渣的土坑发现的 有辐射性的 和我们要找的东西完全一样 只不过含量剩下不足百分之二 左灯锋听完 倒索了一口凉气 瞬间就由头凉都落脚了 银石真的被当年的工匠熔炼了? 欢迎你继续收听 由南越蒙面俠演播的 愿意修真仙俠小说 残铺 第422章 因果循环 金龟子急切地问 那剩下这些 可否提炼出我们需要的份量? 是啊 肯定不够 是啊 那怎么算好? 大头哭嘴了 这件事关系重大 如果有差错 就算是救回地球上的人 到阵时也没有足够的植物 来帮世人提供呼吸所必须的氧气 不用放着 你这块东西先前 是不是被遗弃在土坑的罪上? 左登峰指着那堆废渣上面的积雪 是啊 就在表面上面 左登峰听到再度皱眉 这堆废渣被谈到在最上层 那就表示它是最后被惹念的金属 亦都间接说明 当年这里的居民 正是因为不连了这块银石 才造成了植物的枯毁 左登峰 那 现在怎么算好? 金龟子绝望地看着左登峰 左登峰想了一想 凌转身就向着北边走过去 走吧 去熔路那里看看 或者还有得静 这处巨大的作坊分成两大部分 南边就是木杖的工作区域 而北边就是铁杖冶练金属的地方 北边分为西北和东北两处工作区域 在两处区域之间 有一条闊达两丈的通道 在通道的正中 放着一架和房子这么高的金属热爐 在热爐的下面 是一口由石头来堆砌的井 井就宽一托左右 井口离地有五六十公分 井的上面 蓋着一张圆形的金属盖 在盖上面 有些微弱的热气发出来 金龟子走近 伸手试探了一下井盖的温度 咦? 这里下面极有可能是岩漿 测试一下 左登峰渣角放在火井旁边 那只四耳的圆顶抵了给大头 这口顶的边缘和底部 似乎大量已经凝固了的金属沉积纸 想到当年这里的居民 就是用这只圆顶 来充当熔练金属的容器 大头一伸手 接个面盘这么粗有的圆顶 用仪器靠近去测试 咦?就是它了 不过数量太少了 肯定不够 那想办法将里面的东西挖出来 还有你带回来的那堆废渣 都妥善地保管好它 做真人啊 肯定不够的 大头抱起圆顶猛地另头 嗯 我知道不够的 先照做吧 我再想想 左登峰就着眉头左右看 野莲金属的这片区域 分西北和东北两处区域 西北区域残存的器物 是以生活器皿居多 而东北区域 就以兵器盔甲的毛皮佔了多数了 民间野练金属的方法 大致是分成两类的 一是翻沙 就是在细沙里面做出所需器物的粒形 然后傾倒溶化了的金属 这个方法大多数用来铸造那些粗毛坯 还有一种就是倒模法 就是有固定的模具 将溶化的金属倒入模具 这个方法通常用来制作细毛坯 东北区域堆放着部分规格和兵器的残片 在西北区域的地面上面 还有着大量的细沙 除此之外就并没有发现有毛具的存在 金龟子又说了 左真人 我们分头找一下 别急着 这片区域常用的模具都被工匠带走了 剩下的东西就很有限 很难推断出当年的人 将银石熔练之后制造成了什么器物 大头就用锯斧将园顶里面的金属震下来 和那堆残渣放在一起 好了 左真人 那现在怎么办 用你的仪器逐片地检查 最好可以确定金属被他们造成了什么 左灯锋放下木箱 拿出白酒灌了几袋 大头听到 立刻就拿着仪器逐片地搜尋了 由于银石被熔练过 辐射元素的含量已经很低 大头就走得很慢 搜尋得也很仔细 呃 左真人 你说他们练银石来做什么呢 金龟子摸着嘴唇来控来 左灯锋先前喝酒的时候 金龟子曾经讨练过 所以左灯锋知道他也喜欢喝酒 于是在木箱里面 拿出一瓶没有开封的递给他 多谢左真人 金龟子只得淡子灵气 行动并不自由 不可以像左灯锋那样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所以得到酒的机会也很少 他们对金属的性质了解得很清楚 肯定不是纳乱地惹念 银石融化之后产生的金属 应该是用在某个不常用的地方 左灯锋拿着酒瓶来心地等 那些东西他们肯定不会留下 你说他们离开这里之后 会去哪儿呢? 不知道 基仙的族人都是罪人 他们肯定就不会回中土 世界之大 谁都没办法确定 他们离开之后会去哪儿 或者就连他们自己 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地方 那原武背脊上 还会不会有这种银石? 左灯锋听到 转头看了金龟子一眼 金龟子这阵时 迫切地希望 可以从他这里得到一丝希望 但是左灯锋这阵时 亦都心急如焚 他甚至不可以确定 银石先前是否在原武的背脊上 他心里都没有希望了 那又怎样可以给金龟子希望呢? 左灯锋对金龟子摆了一手 你回去把他们带过来 今晚就在这里休息 这里只要掀开那个改 整个空间就暖凹凹了 是个不错的歇脚地方 那好吧 金龟子答应了一声 凌转身就走了 左灯锋见了大头 一直在微微地打枕 又出声安慰他了 不用紧张啊 这件事还没到最坏那一步 好吧 大头听到微微摇了下头 虽然仍然极为紧张 但是却不再震了 左灯锋伸手摸了火井上面的改 随即就躺上去 打执挨着取暖 他虽然和大头说这件事还没到最坏那一步 但是他也都很清楚 这件事已经到了最坏那一步了 这时他感觉到寒衣从心底里面不停地涌出来 全身都忍不住凉浸浸的 这块隐石是他和无心语团聚的三步台阶之一 如果是缺失了 这就永无再见无心语之日了 大头一直在这里小心地找 地面上有细砂的 细砂之中有各种粒型 除非确定粒型里面没有辐射反应 他才敢踩踏的 这样做是为了尽可能地确定 隐石被溶化之后造成了什么器物 由于他找得很仔细 所以检查工作就极为缓慢了 半个钟头之后 大头离开了西北 开始搜索东北区域 这阵时 金龟子带着曼小堂那帮人就赶了过来 金龟子中途肯定是向曼小堂等人 说明了目前的情况 众人这阵时都是成面的紧张和绝望 这里下面是口火井 今晚你们有福了 左登峰这么说是为了缓解众人的心理压力 多年的险恶磨练下来 他明白了一个道理 这就是越是在危急关头 越不能放乱的 曼小堂走过来问 左真人 怎么样 仇慕雨正在检查的 那些东西都等下了 就在这阵时 正在搜寻东北区域的大头 转转身高矮了 找到了 找到了 左真人 你过来看看 你们留在原地 我过去看看 左登峰对着众人打过招呼 随即闪身移到大头身边 大头伸手 指着放置在东北长角 一件统状的模具 就是这个 有微量反应 左登峰听到低头看着眼前的器物 这件东西的直径有五十公分左右 长大约一米五 是泥索的模具 但凡是模具 都是一分为二 这件模具也不例外 只不过 这阵时两半是合在一起的 双周时期的器物大小不一 大的重大一千斤 而根据眼前的这件模具来看 银石熔练之后 製造的器物并不是很大 仔细地看了一阵之后 左登峰伸出双手 将那件模具拆开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模具的内部 并不是完全中空的 也不是沉上的器皿形状 而是呈现奇怪的半边螺旋形 大头看到这样也跟着皺眉了 咦 它们弄了个什么出来 应该是和兵器有关的东西 西边区域就是融住生活器皿 而东边就是融住兵器的 这件模具既然出现在东边 那就表明它应该是和兵器有关 呃 也不是很相似 大头就在脑里面快速过滤十八般兵器 就这样看不直观 你出去找些兵回来 大头一听到 马上就猜到左登峰想怎样了 拿着巨斧一拎身就向外面飞略 过了一阵之后 托了整个兵回来 在北极地区最不缺的就是冰雪了 左登峰将模具扣回来 动了起身 从怀里面扔出纯阳护手 双手分工两用 左手用纯阳真气融化冰块 以右手的原音真气 将流入模具里面的冰水定型 过了一阵之后 填充就完成了 左登峰将模具分开 拿出了里面由冰水凝固而成的器皿 啊 蛋黄啊 他们做蛋黄来做什么 大头一眼就看出 左登峰手里面拿着的 是一条由冰水凝固而成的粗大蛋黄 左登峰没出声 眼前的东西的确就是一条蛋黄 而且这条蛋黄他看起身还极为眼熟 金龟子对着左登峰就叫了 左真人啊 我们过得去没有 左登峰微微摁了头 众人就立刻一空而上了 围在身上仔细地看着左登峰手里面的蛋黄 他们做蛋黄来做什么 的确是蛋黄 哇 比我们舰艇上的反冲蛋黄还要带来 众人七嘴八舌地讨论着这条蛋黄 这种蛋黄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众人立刻就将视线从蛋黄上转移到左登峰身上 纷纷收声了 等左登峰可以静静地想起 过了一阵之后 左登峰想起来 啊 我在姜子牙的灵墓里面见过这种蛋黄 有两条 姜子牙坟墓的第二道机关 是一处弹射石球 帮巨大石球提供动力的就是两条粗大的红色蛋黄 它的长度和阔度都和眼前的蛋黄完全一样 基仙伴亭的时候五十岁左右 而死的时候有七十多岁 这就表明他们在北极地区生活了二十年 二十年之后 正是姜子牙即将受众正寻的时间段 为了布置墓里面的机关 他极有可能来到北极 叫基仙帮手制造特殊的蛋黄 左登仁 那两条蛋黄呢 众人耳口同声地问 他们就不关心当年发生的事 只是关心金属的下落 让我埋起来 少年啊 如果我们会尽力吧 也不至于是 为何时才能来到处理 然后再谈来大家 希望你继续收听 由南越盟盟盒演播的 玄疑修真先合小说 叹�e两者 第四百二十三章 冰封中人 左登峰这句话一说完 整班人即时眼都静迈 过了一阵之后 大头的手才反应过来了 小心翼翼地问 左登峰那样东西你现在还找不找得回 可以 所以 姜子牙的灵墓是左登峰在冰封之前最后一处探险 所有细节他依然历历在目 在得到左登峰的肯定回答之后 众人就发出了欢呼声 除了姜晒地躺在地上的假真 以及面大疑惑的金龟子 金龟子走到左登峰旁边 左真人 你为什么不高兴呢 我当年是在山东支村发现姜子牙的灵墓的 墓室上面并没有很多植物 所以我没有办法确定那两条蛋黄在野恋的时候有用的成分有没有捉到破坏 左登峰是说出了心里面的顾虑 曼小堂在欢呼完之后就哄来了 左真人 你可不可以将事情的经过告诉我们 左登峰曾经在无意之中说起过他曾经见过真龙的 也曾经说过他和姜子牙是老对手 而且还入过姜子牙的灵墓 所有的这些都令到曼小堂对他充满了好奇了 可惜左登峰是一直板着面 他又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去问 左登峰吁了头 转身走到姜牙的贾珍身边 检查了贾珍的头发和对眼之后 用纯阳真气帮他解冻了 在1941年春节过后 我在志村发现姜子牙的灵墓 它的灵墓里面有一道利用巨大的石头保护灵墓的机关 石头是利用弹簧卡压弹射的 那两条弹簧是红色的 虽然经历了三千年 谭性革并没有消失 我当时就觉得好奇 也都担心他们会被日本人拿到 于是就叫人将他们埋在墓道入口处的下面 左登峰一边帮假真解懂 一边就对着众人解释 当日他都只是出于保护古代文物的心理 将那两条弹簧埋起来 却是没想到当年的一念之忍 竟然就被今天留下了一线生机了 那名海军士兵就问了 九十年前的事了 你为什么还记得这么清楚呢 对于你们来说是九十年 对我来说发生了还不到两个月 假真就很快醒了 他本来就没伤没病的 醒了之后立刻就转身排在身上 这儿在哪儿啊 我冻了你三个时辰 你如果再敢胡闹 我冻你三个月 左登峰上上下下地看着假真 他的这番话其实是为了帮假真解围 众人都已经估到他冰封假真的原因了 直接这么说出来 假真就反而有台阶落 假真是一本正经的领头 不敢了 保证没有下次 众人听到就一片空笑声了 但假真是大无私仰一点都不在意的 金龟子就把话题拉回来了 啊 左真人 你确定那两条弹簧 就是我们要找的银石炼化溶柱的吗 大小形状完全是一样的 另外 尋上金属製造的弹簧 不可能在弯曲的状态里面保持三千年都更有弹性 所以我可以确定 姜子牙灵墓里面的弹簧就是由银石熔练而成的 但是我刚才也说过了 姜子牙的灵墓上方植物并没有异常的 所以我担心他们在熔练银石的过程之中 是不是破坏了银石里面的有效成分呢 左登峰抬起酒瓶喝了一口酒 最后一句话 左登峰刚才就说了一次了 那时候众人都处在极度的兴奋之中 只得金龟子和曼小堂听到而已 这一次全部都听到了 本来欢喜的心情瞬间就变得极为之忐忌了 左登峰转头望向大头 仇慕雨啊 你知不知道我们要找的银石有什么用啊 大头就犹豫了一会儿 呃 呃 师父没明说吧 但是我看了分析报告 好像银石里面有一种物质 可以令到植物快速地生长的 现在的植物都枯毁了了 如果救回生世界上的人 他们会没有粮食吃的 他之所以犹豫呢 是因为在去埃及的时候 师父就吩咐他不要多说话 而这次临走的时候 师父又叫他不要对左登峰再隐瞒些什么了 因为左登峰已经敏锐地察觉到 他们找三件金属的真实动机 嗯 你说得对啊 那块银石里面含有的物质 可以令到植物快速地生长 没有植物 那么复活的人不单没有粮食吃 连呼吸也会有困难的 你尽快分析一下这些残渣吧 看一下生长元素 是不是遭受到高温的破坏 哦 我之前已经检测过了 含量只剩下了百分之二 刚才那个圆顶里面残留的那些 含量是多少 大头先前带回来的那些残渣 是提炼之后的废物 而圆顶里面的是 银石熔炼之后的金属残留在其中的 如果在圆顶里面残存的金属 所含有的生长素 高出残渣所含的生长素呢 这就表明那种红色蛋黄里面 生长素的含量很高的 众人现在就可以回家的了 我先前也都测试过了 也都是百分之二啊 唉 他们真是买毒还猪了 左登峰就着眉苦笑 好彩他先前也有了心理准备 不然这阵时肯定就会经历大起到大悲的跌宕了 大头反应了过来 你的意思是说有用的东西 被他们在野恋的时候破坏了 留下的是没用的东西 唉 差不多是那个意思 不过有用没用要看个人需求 他们可能不清楚生长素对他们的重要性 所以对他们来说生长素没用 大有弹性的金属才有用 众人一听 立刻就眼睛瞎了 跟着左登峰 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 时刻都面临着考验的 左登峰又沉淫了很久 然后 轮转身行到大头执拾的那包残渣面前 滴了一下重量 发现 重量大概在三十斤左右 那两条红色蛋黄的重量大概也有三十斤 六十斤的重量再乘以百分之二的含量 大概就是一斤二两了 也就是说 目前剩下的这些 再加上姜子牙带走的蛋黄 一共可以提出一斤二两左右的放射性生长素 左登峰对大头问 在飞机上 你曾经说过有拳头大小一块银石就够了 那一斤二两生长素够不够 差不多应该够了吧 大头抬手招头 他说得就并不肯定 不可以差不多的 一定要有肯定的答案 哎呀 我听孙博士说 有一千克就足够了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银石 还是银石里面所含的生长素 左登峰没出声 过了很久 他对着众人下答命令 大家休息一会 明天去北边的岛序找 如果找不到就要下水了 金龟子就说了 左真人 那我们先回去吧 如果分量不够 我们都还可以再回来的 左登峰瞅了他一眼 沉淫了一阵之后 慢慢另头了 金龟子还试图赶服他 左真人 这阵时下水 风险和回报不成正比 没必要现在就去冒险 就算分量不够 那我们也可以带着潜水设备回来的 这样会安全得多 嗯 我担心时间不够了 哎呀 怎么时间不够呢 如果中途可以找到飞机 我们回程有半个月就足够了 我不赞同你去冒险 先前的情形你都看到了 兵下面到处都是怪物 大头就插嘴了 哎呀 听左真人的了 士兵就出声痴痴金龟子 哦 我们赞同马真人的意见 左真人不可以落水的 太危险了 和自杀没什么区别的 最主要的是 这个险冒得好没必要 我说听左真人的就听左真人的 有些事你们不知道啊 我师父临行的时候也吩咐过了 听左真人指挥 大头的立场坚定地 站在左灯峰一边 刚刚醒了的假真 犹豫了一阵 也都站在金龟子那边 左真人啊 我觉得你应该考虑一下他们的意见的 左灯峰抬头看了假真一眼 再度灵头叹气 左真人只剩下了不足百日的阳寿了 还有一件没有线索的金属需要去找 绝对不可以跑两次不极的 大头见到左灯峰一直没有对众人解释 按不住就说出实话了 观气术可以清楚地观察一个人的授数 所以他知道左灯峰剩下了多长时间 大头的说话令到在场的众人猛言大惊 众人怎么都没想到 这个修为晶圆的巅峰高手 竟然只剩下了三个月的寿命 在明知自己的寿命即将终结的情况之下 他竟然还可以这么坦然地面对困难 这么冷静地思考问题 左灯峰平静地对众人摆了下手 吃点东西吧 早点休息 他就并不希望人家知道这些事 因为他不喜欢人家在他的眼神里带着同情 众人听到沉默地割行其宅 没有再坚持先回去一趟的想法 金龟子走到左灯峰身边 啊 左真人 我不知道 啊 没事 左灯峰还没等他说完 就打断了道歉的说话了 他这时候想的是时间过得真的快 在甦醒之后 他一直是用小半年来计算自己的寿命 从来都没有认真地内规过 没想到确切地继续下来 竟然就只剩下了三个月了 房间的正中就是一柱火山口 左灯峰抬手移走了个盖 一股热浪随之就来了 大头看到这样 那即刻就闪身上去 用仪器来检测 确定下面就并没有银石存在 左灯峰随即吸回盖 打开盖虽然就极为暖 但是众人心里面就很没有安全感 另外 如果这里的温度太高 那就容易引来被病毒感染的怪物 最主要的是 他想和十三留下这一处温暖的火矿 吃过饭之后就是下午六点 众人都睡在这里休息了 左灯峰就没睡到 一直用眼尾在观察着假真 众人先前赶的路都不少 非常疲累的了 吃完饭之后纷纷就睡着了 两个时辰之后 左灯峰站起来 这阵时众人都睡到塌了 左灯峰静静静静众人的睡袋 所以原音真气急速地发出 将没有灵气收围的人 在睡梦之中尽数疯动 左灯仁 左灯仁 你这是干什么 大头和金龟子惊恐万分 我先前以假真来做过试验 被原音真气冰封之后 病毒没办法侵入 接下来的事我们三个人去做 这是有绿正的事我们四个人 我们五个人去做 证明的事我们四个人 有数据的事我们四个人 对我们五个人去做 我们五个人去做 在这一切的事我们四个人 在那一切的事我们四个人 第四百二十四章 神秘倒罪 大头又出声问 左真人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虽然左登峰给了解释 但是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 将队友尽数冰封 这也是属于阴狠的邪招 冰封他们有三个好处 第一我们可以加快速度 第二他们不用跟着我们以身涉险 第三可以节约干粮 左登峰走回原位背起木箱 你确定他们不会被病毒感染? 没错 我用假针来做个试验 被冰封之后呼吸停止 体外有寒气营绕 病毒没办法侵入 左登峰的庇护范围 是由他自己的意念来决定的 有很强的自主性的 如果他不想庇护众人 众人就算站在他身边 也一点用都没有 那么如果有野兽发现了他们 那怎么办? 左登峰在行事之前 并没有跟他们商议 而是静悄悄地下手 这个令到静低的两个人 对他就充满了恐惧了 我可以布置阵法保护他们 收拾一下东西 准备启程吧 两个人听到 对望着一眼 各自就背起自己的行囊 这里五行齐全 左登峰随意地用几宗五行事物 布置着一处庇护阵法 护着假真和曼小堂等人 过了一阵之后 三人一猫离开了库房 临走的时候 将金属的大门重新关上 先去北边的岛序 左登峰踏地借力 凌空向北略走 大头和金龟子 虎笑着对望着一眼 起身跟着 由于金龟子的轻身法术速度不足 左登峰略行得不急 十三就跟得很轻松 而两个人跟得也很随意 不过在向前走的同时 两个人一直哭声都不出 左登峰看到这样 知道两个人对于他 将曼小堂等人冰封心里很不满 以他的性情 本来就不愿意多做解释 但是斟酌了一下之后 他觉得如果不解释 那就会有牙齿印了 不利于日后的合作 左登峰微微减速 等两个人跟得上来 冰封他们都是没办法 如果提前和他们相议 他们就会有恐惧的心理 在他们睡到临的时候 将他们冰封 在复苏之后 他们不会有心理阴影 啊 左登人行事自有道理 金龟子是出于礼貌 出声接口的 我在检查潜水艇的时候 发现仓里面的木板 有被油浸染的迹象 这个表明当年居民在下水的时候 极有可能是携带着食物 为原武威食的 我们如果真的要下水 也都必须要携带食物 但是我们的食物本来就不多了 所以只能够将曼小堂他们冰封 省下食物留下以后用啊 那么仓里面那些油漬 或者是因为他们为了防腐 而故意浸泡的 大头也都知道 左登封做事是有他的道理的 但是他始终感觉 左登封这种行为非常危险 谁都不敢保证 在必要的时候 左登封会不会 将他和马金贵都冻了 我曾经在社稷坛 供奉原武的香奴里面 发现了谷物的存在 香奴里面有粮食 他们说明两个问题 一是原武真实存在 二是原武是要吃东西的 否则他们不会在香奴里面放粮食 而应该供奉香火 大头终于消除了心里面的隔阂了 哎呀 左登封 你以后做什么 可不可以事先通知我们一声 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 我们都同意的 但是你至少要等我们 有些心理准备啊 左登封听到 摁了头 他虽然摁头 但是心脚并不舒服 他一直都是孤身独行的 忽然之间有了战友 这个就令到他很不惯了 心里面静静地打停主意了 不理第三件金属在什么地方 他都要孤身前往 不再攜带帮手了 三个人所在的岛序 距离北边的岛序有五百多里 如果步行至少都要五日 而三个人凌空地飞略 行进就极为之迅疾的 半个时辰之后 已经在冰原上面略出了两百多里 向前走了一百里 大头转转头又说了 再真人 前面气息異常 动物的数量增多了 左登峰说了下头 不理前面出现了什么情况 都必须向前走到北边的岛序 查看情况的 动物的气息 呈圆形环绕三百里之外的岛序 那岛上的气息 有没有異常啊 左登峰抬头看了下天 北极的气候很多变的 这阵时又有了打风的征兆了 嗯 看不出来 是呀 冰上和冰下的动物太多了 气息很雜 有很多都是重叠的 左登峰听到就没再问了 先前的那段路程 冰面上面很少见到被病毒感染的动物 靠近北边岛序的区域 动物忽然间增多 那就表明北边的岛序 有什么在吸引着他们 越向北边走 冰面上面的动物和野兽就越多了 品种也都越雜 不单止有北极地区常见的雪狼和北极虹 还有很多其他的物种 时不时还可以见到巨型的爬行动物 和大型的犬科以及猫科动物 这些猫科和犬科动物的体型都很庞大的 皮毛就还在 这个说明他们都是有着一定的灵智 在察觉到病毒之后 本能地去找温度较低的地方躲避 他们先前并不属于这里 三个人就可以凌空地向前走 而这些动物并不可以对三个人构成什么威胁 只是在下面豪叫着跟随 彼此之间偶然有冲撞 这就会导致一场争斗 最终相对较弱的那方便会碎尸丧命 再度向前走两百里 三个人在一柱冰川的顶部停下来 前面的景象令到三个人 你看我我看你非常之惊慨 前面是一片平坦的冰原 在百里之外隐约出现了倒序的影 而从这里一直到倒序之间 密密麻麻地涌击着大量被病毒感染的野兽 其中竟然出现了很多可以凌空的兽女 凌空就是度过天劫的修行者得有的能力 有些异类也可以度过天劫 在其度过天劫之后 同样会拥有凌空的能力 前面至少有十几只动物 可以在空中停留或者盘船 其中一头 生着两只五尺尿牙的野猪 体型就最为巨大 体长腿粗 不差过大象 凡是度过天劫的动物 体型通常都比同类要大 样貌也会有所变化 而就算未受到病毒感染 它的样貌也极为丑陋 现在更是变得极为凶杀 大头伸手指着冰原上的大量动物 左真人怎么算好 只能够冲过去了 这阵时左登峰很庆幸 将万小堂等人冰封留在古城 如果是带到这里 这就会变成进退两难的局面 哎哟 它们为什么会全部聚集在这里 金龟子声都震了 前面那些凌空的动物 至少也是单止收围 病毒虽然影响了它们的神智 但是它并没有折损它们的灵气 如果是硬地冲 肯定就极为凶险了 被感染了的动物都喜欢热的地方 那座倒庆可能也有火山口 大头揮动巨虎 斩死了从冰村后面爬上来的一只雪狼 左登峰形神地观察着眼前的情勢 由于距离还很远 看不到倒庆上面的情况 没办法确定倒庆的外围是否有围场 当年参与三监之乱的 还有武庚和基督两个诸侯王 我们并不清楚 姜子牙当年有没有保下他们两个 如果他们两个也跟随基先来得不及 那么前面那座倒庆住的应该就是他们了 如果他们两个没跟过来 前面的倒庆就是那荒岛 大头举起巨虎指着冰原上的野手 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了 还观察不到倒庆的气息吗 气息太杂密密麻麻的 上下还要重叠了 左右交错 我看到头都暈了 这里有不少可以凌空的野兽 前面的倒庆就算见有城池 城墙都拦不住他们 他们为什么不进去 是进不了去还是不敢进呢 你的意思是说 岛上有令到他们害怕的东西 没错应该是有 左登峰蹭低头看着眼敲叫住 向着冰川涌上来的羞群 金贵子摸出腰间的长剑 左真人有你在这里 我们心里面有底的 好跟着我冲 左登峰屈失借力 游身就向前掠了 十三和左登峰一起冲了出去 他跟着左登峰这么多年 左登峰就右脚一后切 他就知道左登峰想怎样了 大头和金贵子看到左登峰空有成竹 也各持兵器紧紧地跟在后面 左登峰虽然一副空有成竹的样子 事实上他的心里面是非常坦剔的 倒序外围聚集的度过天劫的义类 为数不少 其中不乏相当于人类 这些慕之急是闯过这条长达百里的危险区域 至于进入倒序之后会遇到什么危险 那就只能够临时应变 那些聚集在倒序外围度过天劫的秀女 感官是异常之敏锐 他们在第一时间发现左登峰几个人 嘶哮豪叫着就向三个人冲过来了 种类觉意形体不同 遗数接近二十只 左登峰见到这样心然冷笑 他的骨子里面有着极强的血性 敌人越多越可以激起他的斗志 心念所致左登峰猛然加速 快速地影响了冲在最前面那只巨大的野猪 他的体型最大 杀了他就可以起到最大的震懾效果 双方都在向前冲 颈黑之间正面交锋 野猪的鼻孔正中穿着一个金色的圆环 这个表明他先前是可以幻化人生的 他这阵时就是瘦身 攻击就不外乎刺刺 走到近身 两只五尺獵牙直对左登峰的前空 左登峰并没有被其锋芒 而是选择了凶狠的正面攻击 右手原音真气狂射而出 直取恶兽的面门 以无形真气 应对锋利的尿雅 原音真气在瞬间 就将野猪的头壳冰封了 头颅被冰封 野猪体内的灵气瞬间就停滞了 缺乏了灵气的支撑 前冲姿势猛然就停滞了 巨大的身躯 一声就向下跌了 左登峰跟着俯冲下去 在中途 肺臂斩落了他的头颅 大量污蔚的绿色血液狂噴而出 左登峰这样做 是只在震慑收群 但是 这个做法 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眼看着野猪被杀了 后面的收群并没有畏惧 反而是加速地向三个人冲过来了 左登峰看到这样再度皱眉 眼前这群不怕死的野猪的确是麻烦 但是 他更加担心的是 这群野猪既然汗用不怕死 那为什么不冲入岛序呢 岛上到底有什么东西 可以镇住这群 几乎没有神志的畜生 无论 直播 指望 如果我给你 你说 明总统有能力 我们self 有成功 明总统有能力 我们有能力 可如今 明总统有能力 真是 明总统有能力 ęp tech 演播的愿意修真鲜俠小说《残浦》 第425章 河内罕笔 左等风将巨大的野猪一举击杀 随即凌空船身再向前飞两 这些野兽的种属不同 移动速度也各不相同 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只皮毛灰白的尼猴 这只尼猴的额头 生着像人眼那样的黑毛 尼叫伸出墙壁 就去找左等风对眼 十三都未等左等风出手 率先入口过去 扎盲了尼猴对眼 左等风随即出手 将那只维哗鬼阵乱的尼猴 扎掉了出去 左等风转过来对两个人说 他们应变能力很差的 不用怕他 左等人 你看看 两个人耳口同声地对左等风喊 虽然两个人喊的是一样 但是所指的方向却完全不同 大头指的是东北 而金龟子指的是西北 左等风听到快速转过来 发现在西北和东北方向 出现了大量可以凌空而行的秀女 这阵时正是快速地向着三个人所在的方向直冲来 左等风看到这样并没有过分惊讶 但病毒泛滥之后 野兽全部向寒冷的地区躲避 这阵时 这里聚集有大量有着灵气收围的野兽也不足为奇 另外 他们虽然被病毒感染了 但是感官依然是极为敏锐的 他们可以闻出三个人身上的气味 在他们看来 三个人就属于二类了 是比受到感染的其他动物更优先选择的食物 虽然发现敌人增多了 但是左等风就并没有减速 过了一阵之后 同一只生着黑色长尾的野兽相遇 还没等左等风出手 十三再次率先有了动作 只不过这一次他就没有扑上去 而是快速地拔高闪避 左等风看得这么微微疑惑 眼前这只动物好像家猪那么大小 皮毛是黑白相间的 拖着一条黑色蓬松的长尾 那个样子和狐狸有几分相似 但是他又被狐狸的嘴要尖 左等风正在犹豫着 那只野兽就已经冲到埋身了 随即做出了奇怪的动作 他收着身形 轻转身 执起了尾 左等风看到这样 猛然想起 这只野兽极有可能是 臭有一类的野兽来 十三陪着他 在搜寻湖南湖北山林那一阵 曾经被他的臭屁焗过 所以他对这一类动物很忌惮 左等风反映过来 马上试出环影缺 打横移三掌 都还没等他出声告警 大头和金龟子随后跟上来 刚巧就撞上那团灰色的臭气 尋常臭油发出的臭气 已经令人作呕了 这只渡过天劫的畜生 所发出的臭气更加奇臭无比 大头和金龟子纷纷掩着他被打倒退 左等风趁西从上面发出了原音真气 将那只大大臭油冰封了他 没事吧 左等风走着眉头 看着在那里猛咳咳的两个人 两个人听到耍手兼灵头 事意并无大碍 左等风于是快速地在一头 北极虹的背上踩踏借力 再度提起向前掠 这里距离倒序还有八十多里 不能担忤的 眼前这些只是先前就在这里附近的野兽 左等风左右地掃视了下 大致估算出将会在距离倒序五十里外的区域 和大鼓的野兽遭遇 听到动静赶过来的 渡过天劫的动物 已经增加到了六七十只 它们虽然神智不清 自身的一些本能却是并没有遗忘 跟着下来一定要分辨对方的种属 而且做出相应的防范才行 向前冲了一百丈之后 对面再度冲来了两只野兽 有了前车之鑑 左等风提前观察了下 这两只样貌怪异的动物 一只周身都披着长毛 生着一只弯曲的长角 应该是某种牛类的动物 还有一只是磕色的皮毛 相貌和狼差不多 只不过嘴是方形的 胳膊后面也拖躺着蓬松的长尾 它头颈的部位的长毛是拎了一块 就像女人的鞭一样 这只野变幻人形的时候 应该是个女人来 左等风看清来敌之后 直接就影响了那头怪牛 将那只生着蓬松长尾的动物 留给金龟子 这只野十有七八都会放屁 金龟子的身就臭了 再臭一点也没所谓 这只怪牛可能和西牛有血缘关系 独角就生在一个头部和鼻之间 左等风没有地方下手 侧身避过之后 揮拳向着怪牛的颈就缝过去 由于圆阴真气对于体内灵气的消耗比较大 所以左等风这一拳并没有吹发圆阴真气 而是用上了紫阳冠的锤魔拳 一击之后 怪牛的颈道传来骨裂的声音 随即就踏到地 在兽群之中翻腾地挣扎 将怪牛堆塌之后 左等风转转观察金龟子的战防 但是他发现 金龟子凌空就站在那里 和那只渴无的动物四目相投 面皮在那里抽动着 神情极为之痛苦 懒死鸡肉啊 大头随后赶上来 挥起巨虎 将那只渴无的动物的头壳斩下半卷 怪物一死 金龟子的神情即刻就恢复正常了 啊啊啊啊 是皮子啊 左等风先前也曾经碰到皮子的 那时候他就大病初遇 外出打猎的时候 被皮子就没画住了 那只皮子就只是普通的皮子 这只是度过天劫的 相貌有所改变 而那些美人的能力也更加强了 幸好他们神智不清 如果不是金龟子 不可能这么快就恢复正常 快点走啦 左等风喊过之后 再度向前掠 这时候下面的兽群已经发生了骚动了 被三个人杀伤的野兽 跌落下面的兽群之后 遭到那些沉上野兽的攻击 这些被病毒感染了的动物 平日就并不会纳乱地施杀的 但是但凡有弱者出现的时候 他们就会一空而上 分而食之的了 过了一阵之后 左等风就和大鼓敌人相遇了 这些野兽是以暴雨动物居多 不同种类的狐狸和黄鼠狼佔了一半 灵长类动物也有 体型也不算很大 但是他们也有灵气收围 移动速度就极为迅速了 三个人很快被他们围实了 还要分心左右兼顾上下 情勢就不容乐观了 旋风斩 大头眼见情勢危急高哀了一声 用双手握持巨虎 身形急速地旋转 看上去的样子就像旋转的风火轮 巨虎所致血肉横飞 快速地开出一条血路 金龟子首先冲了出去 左等风燃出灵气拿回十三 跟着就略出去 他对着大头赞赏地露出头 这一个杀招 无疑就是大头的保命绝技 之前他肯定多次地演练过 如果换成沉上人 斗这么多个圈早就昏浪 分不清东南西北 三个人冲出包围之后 加速地飞略 这阵时距离的岛序已经不够五十里 前边就已经没有阻碍了 左等风可以看清楚岛序的情况 这一处岛序并没有积雪 而外部也没有围场 岛上有着大量岛伏了的树木 远远望过去极为之荒谋的 大量受到病毒感染的动物围绕在岛序的外围 左等风就对大头说 进去之后 知自形地环绕 尽法抗地亚这里有没有银石的存在 这里并没有人类居住的痕迹 存在银石的可能性就不大 另外 这处岛序上面没有积雪 说明地温就比较高 这样的环境更容易滋生危险的生物 有东西啊 在岛序的症中 是人啊 大头的观气术终于排除了干扰了 人? 多少? 这里不适合人类居住 为什么会有人呢? 大头在飞略的同时 双眼眉眉眉睿 形神地向前看 是一个男人 哎呀 不对 不是人啊 气息不对 没有止止止气的 到底是什么呀? 有没有灵气收回的? 这阵时距离岛序已经不够三十里 岛上的情形就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这里遍地楼木 云石重生的 并没有人类活动的迹象 也并没有任何的古代建筑的 没有止止止气 只能够是死人 但是它有阳气的 大头就说得并不肯定 啊 会不会是僵尸啊? 僵尸是阴气凝聚的嘛 没可能带着阳气的 大头的嘴在搭着 但是脚下面就没停下 一直在快速地飞凉 那它是什么收回啊? 它的气息没有外泄的 看不出是什么收回啊? 大头也是成面疑惑 是不是罕拔啊? 庄登峰猛然想起 先前在陝西见到的罕拔 阴阳大道物极必反啊 僵尸本来就是阴密 但是极阴就为阳了 罕拔所作的区域 最为显著的特点呢 就是温度升高 长期以往就会造成大罕的 我之前没见过罕拔的 不过我听师傅和师傅讲过 罕拔的特征的 应该就是那样东西了 一经提醒 大头马上就确定 岛上的东西是一只 由僵尸幻化而成的罕拔 这里是一座海里面的孤岛 四面都是寒冰 冰为水 四水环土的区域 不应该滋生僵尸的 没有僵尸也就没有罕拔了 你确定是罕拔吗? 除了它 其他东西也有止止之气 那不要去搞它了 做我们自己的事 佐登峰在岛序边缘的实地上 踩踏借力 向着岛序东面快速地掠过去 岛上也有野兽棲息 但是他们在见到三个人之后 并没有过来追赶 而是安静地趴伏在原地 这处岛序和南边那处岛序 形状相似 岛上有着大量岛伏的树木 这些树木 岛伏的年代就很久远 由于这里的温度比较高 树木就已经腐朽了 在向前掠的同时 佐登峰是注意到一个细节 这些岛伏的树木 有一些是被风刮倒的 而结果被的树木 断口就很平整 应该是用工具来刮倒的 佐登峰和十三在前面带路 大头拿着仪器进行检测 金龟子断口 三个人快速横穿倒序 随即折返再度搜寻 金龟子疑惑地看着下面那些被病毒感染的野兽 佐登仁 他们为什么不追我们 他们好像是惧怕施气 不敢惊动汉拔 汉拔如果出现 他们就会被烹走 佐登仁 那你对付汉拔有没有把握 有 但是先不要惊动他 第二次由东向西的折返 需要横穿倒序中心 大头的观气术可以确定汉拔所在的大致位置 三个人就在他的八里之外兜着走 这座倒序的中间区域也很平整 在平整地带残存着少量还未员工的建筑 可见曾经有人试图在这里定居 最终是因为意外而未能如愿 汉拔就躲在那片尚未员工的废墟里面 三个人快速地搜寻了倒序 但是并没有发现银石存在 由于三个人极为之小心 也没有惊动那只汉拔 搜寻之后没有结果 大头就极为沮丧了 佐真人啊 回去吧 你们之前研究过汉拔没有 研究他干什么 那些被病毒感染了的野兽 根本就不会害怕 但是他们却对这只汉拔很忌惮 那你的意思是 大头已经隐隐约约 猜到左灯锋想做什么了 让他捉回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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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uared 左灯锋这句话一说完 大头和金龟子 你看我我看你 看拔吧 说到底就是极为之厉害的僵尸 左灯锋竟然与他捉回去 大头泡着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出声ju 左真人啊 他不在我们的计划之内 还是有它啦 按照五行缘学理论来说 僵尸的形成是由于死者生前怨念过重 而死后又刚好被埋在阴气极重的地方 怨气吸引阴气进入尸体 最终导致私生不负 而且发生私变 我生活那个年代科学技术还不发达 没办法对他们组织细致的研究 你们现在已经有能力 从科学的角度去研究揭示 怨气 阴气和私气到底是什么 在左登峰看来 缘学都是可以用科学来解释的 前提就是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了 大头和金龟子听到没有反驳 但是却也没有出声赞同 外面那些野兽全部遭到细菌的感染 已经丧失了神志的了 是一种无知无畏的状态 根本都不会害怕的 但是他们却不敢靠近这种罕笔 这种行为并不是他们的自主行为 而是体内的细菌在起作用 讲到底 就是细菌对罕笔发出的气息有所顾忌 或者可以通过对罕笔的研究 找出抑制细菌的方法 两个人听到微微额头了 对左登峰的分析表示赞同 但是面上的表情表明他们还是不想截外生枝 你们的科学家现在已经想到 这下再度讲了长篇大论 科学技术的进步就是好事来的 但是科学进步导致了现代的人过分依赖而起 思维的延伸长度就变短了 思维扩展范围也变窄了 大头和金龟子听到再度额头了 今次就是心悦诚服的额头 神色还微微带着歉意 他们都知道左登峰不喜欢说这么多话 类似这么长篇的解释 极小出现在他身上 左真人 罕笔是僵尸成精 已经是顺扬之身的了 我们又没有正一符咒 你的寒气可不可以活足他呀 左登峰轴着眼 看着正南方向那边残破的建筑 真正的纯阳之身 是飞升的金仙才有的 汗笔只是阳气很重 算不上是纯阳之身 你们就在这里帮我略阵 我下去想办法捉住他 那好吧 左真人你小心啊 他们自知到修为不足 去到反而左手左脚 左登峰也不耽误了 微微借力从山顶飘然南下 十三紧紧跟在他后面 如果不是左登峰出声 他留下 不理左登峰去哪 十三都会跟着 这座岛序的地势 和南边的岛序极为之相似 都是圆形 边缘就是环形的山峰 中间就是平坦的区域 这两个岛序可能都是远古时期 火山喷发累积而成的 和火山口的形状就有些类似 在平坦区域的北边 有着为数不多的建筑 虽然年代很久远 大部分的建筑都已经倒塌了 但是根据它的残骑形状来看 这里的建筑也是皇宫的风景 只不过中途就发生了变故 建成的工作被迫就停止了 十三在中途加速 在前面带路 他虽然右眼未曾变黄 但是他可以察觉到罕白的存在 由于中途停了工 皇城只是建造了很小的一部分 社稷坛和祖庙都还未来得及建造 整个古城区呈现一种停滞的建造状态 地下堆积着大量的木料和石料 生活器皿以及武器的残骑随处都见得到 种种迹象表明 这里的人当年就并没有离开 至少就不是从容地离开 左灯风落地之后 南部就向北边走 地面上面并没有人类的足迹 也都没有兽类活动的痕迹 可见那些野兽并没有接触到这里 而宫殿里面的罕拔平日都极少外出 十三跑到半老忽然间就停下了 在一条巨木上面一通刨滑 这些巨木已经腐扭了 在十三的刨滑之下 很快就出现了缺口 缺口位有几条一纜长短的白色肉虫 十三就咬一下咬一下把它吞下去了 十三一直很喜欢吃这种在树木里面滋生的虫仔 在清水罐的时候 左灯风和无心羽砍柴的时候 十三都会在旁边到处找的 他先前吞食的那几条白色肉虫 和虫树里面的肉虫形状就差不多 只不过过头就大了不少了 十三吃了虫仔之后 转转头看向左灯风 左灯风仰了阿手指了阿哥一根巨木 十三就再度开始刨滑了 左灯风这样做只是想等十三去找些生物 一开始他并没有多想 但是很快他就反应过来了 现在的虫就几乎绝绩了 这里为什么会有昆虫的幼虫 想到这里 左灯风左右看了一下 发现在堆积巨木的缝隙里面 竟然有几棵很小的绿色植物 左灯风抬手移走覆盖在上面的巨木 冒低身仔细地看了 发现这几棵植物很小的 高不过两寸 由于汉拔的施气所致 这里就很干燥的 植物虽然生得很小 但是毫无疑问 它们是植物 在苏醒之后 左灯风只是在紫阳观范围里面 看到过绿色的植物 那些是紫阳观三位巅峰导人 联手庇护的结果 而这里出现了 未受绿菌感染的植物和昆虫 只有两个可能 一就是汉拔的施气 对绿菌有抵抗能力 二是里面的汉拔是巅峰收尾 这时候大头和金龟子 一直在山顶盯着左灯风和十三 对于左灯风和十三的举动 都大为之惊讶 本来说是下去制服汉拔的 现在为什么在殿外忙起身呢 过了一阵之后 左灯风站起身 看向北边的宫殿 这某宫殿在常温之下腐坏得很严重 不过仔细观察下 依然可以发现 它的建筑风格和规格 和南边倒序的皇宫是类似的 不过这里的皇宫 看北应该就在那里 左灯风一直站在旁边等十三去找虫子 他出了山之后 十三就几乎未得到可口的食物 在他处于冰风状态的时候 十三还可以偶然出去捕捉野鸡和兔子来饱肚 但是后期细菌爆发 十三至少有两年多的时间 没有获得食物和饮水的了 那些木头很大的 湿山爬滑起身并不轻松 左灯风见到这样走过去帮手了 这些小虫子是很远的 如果用灵气来震衰巨木 那些虫也会被震烂的 左灯风只能够用手抛开木头了 金龟子是对身边的大头问了 呃…坐着人在下面做什么呀? 左灯风和十三这么奇怪的举动 令到他极为疑惑 大头也成面猛闭闭的 哎呀…好像在捉虫子 这个紧要关头 他为什么捉起虫来呢? 金龟子在紫阳观 居住了不短时间 和众人早就迷得很熟 呃…好像是要喂猫 他到底想做什么呀? 哎呀…不知道 我一直搞不明白他在想什么 金龟子也是猛成成 自然不可以帮大头解画了 九十年前的人 和我们就是不一样 哎呀…那些想法真是怪的 他真的只剩下三个月的寿命? 大头说了下头 哎呦…这个人好狼死的 你以后跟他说话不要那么直 尽量选一些好的来说吧 我让你知道得早 他本来寿命不短的 但是杀人无数 硬硬折成今天这样的样子 两个人说话的时候 左登峰一直在帮十三搜寻木头里面的肉虫 这种木头里面的白色肉虫 其实人都吃得的 左登峰小时候就吃过了 放在灶下面用火消熟就很酥香 这时候他就想起小时候 在灶前帮妈妈消火的情景了 心情瞬间就平和了 但是他很快就从美好的回忆里面走出来 这里不是他家 他也不再是小时候的他了 一切都变了 永远都回不了过去了 十三 十三听到 转转看向左登峰 十三的眼神之中 尸毫都没有忧虑的 有的只是进食带来的开心情绪而已 十三是一只猫 再点神异 他也只是一只动物 动物的思维都相对单纯的 他们想得很少 所以可以忘记忧虑 享受当前的快乐 其实思维越简单 人生就越快乐了 左登峰很怀念曾经单纯的岁月 但是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再单纯了 这五年里面 所有做过的事 所有见过的人 所有去过的地方 都令到他的思维变得复杂 最终养成了一种强迫性的思考习惯 一旦养成了这种习惯 人就很难开心起身的了 他这阵时最担心的是 如果再次见到无心语 杀佛无道的残暴 还可不可以变回当年的文化所继原呢 十三见到左登峰只是望着他 并没有什么指示 于是再度低头去找虫仔 左登峰并没有再帮手了 而是坐在柳木上面 出晒神的发呕斗 大头和金龟只见到这样更加疑惑了 他们不明白左登峰为什么又坐下来 但是左登峰之前也有交代过 两个人也不敢下去打扰 逐逐半个时辰 十三就终于吃饱了 众生跳了一处向阳位 合起了眼睡 他吃饱之后 通常就会睡觉 左登峰站起身对着十三就说 我进去看看 你在外面等我 十三听到向北边看张眼 随后就抬头了 左登峰濫步走向北边那处残破的宫殿 宫殿的东边多出了一间石质的建筑 外面有木门的 门已经破损了 残破的灰色木门 令到那处位于废墟之中的石屋更加显得陰森 过了一阵之后 左登峰走到了门口 发现石室里面的光线很暗的 在家屋的静中 亭放着一具巨大的黑色石棺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欢迎你继续收听 由南越蒙面俠演播的 愿意收贞仙俠小说《残暴》 第四百二十七章 朱鱼罕笔 石棺长三米 阔六尺 东西放置 双周时期 古墓里面的棺木 大多数都是东西放置 取是死如生之意 石棺就是黑色的 是岛上面的石头雕着而成的 棺身上面并没有纹色 棺身和棺材盖的契合也不密实 有开过之后又盖上去的迹象 左登峰这阵时距离石棺有三象左右 石棺里面就并没有动静 左登峰濫步走向石棺 一直走到石棺近前 石棺里面依然都没有移动 但是石棺里面有热气传出来 表明汗笔就在棺材里面 左登峰抬手拍打着棺材 喂 醒下了 起床 拍打之后 石棺就终于有了动静了 里面传来了轻微的声响 棺身也跟着震动了 左登峰看到这样 移后三步 转着眼睛看着石棺 只是等汗笔一现身 就用原音真气冰封他了 但是他想象之中 汗笔浅飞棺杆 直身而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到 石棺过了一阵就不再移动了 棺里面的声响也随之消失 左登峰看到这样大为之疑惑 再到上前拍了一下棺杆 石棺里面再次传来的声响 棺材也跟着硬硬硬硬硬硬硬 知道那一只人员出原形之后有多难受 但是棺材里面的汗笔不出来 也只能够掀开棺材了 最终左登峰员出灵气 将石棺的棺杆掀飞 随即后撤三象以防不测 棺杆掀飞之后 他最先看到的 是从石棺里面探出的一只尸爪 尸爪很小的 形状就像小孩的手掌一样 呈干枯的象指色 深白色的指甲很长的 已经向内打了卷的了 施爪探出之后 扶住了棺材的外言 随后很久都没有动静 左登峰看到这样大为疑惑 这只汗笔为何有气无力 心里面有疑惑自然就要想一下 左登峰转念之间就找到原因 刊笔一旦成形破土 那就必须要进食 这里就没有血食 他就已经饿到极为虚弱了 左登峰随即滥步行向石棺 走到埋身走着眉斜斜地望下去 发现棺里面 并没有任何的陪葬物品 只得一只瘦小的刊笔 这只刊笔看长不过四尺 视身干粒 形同干尸似 周身就并没有衣物 面色糊糊糊糊 两对眼已经石化了 他左右两只耳朵 各有两只耳孔 配戴着金属的耳环 如果不是他的上下额 探出的两对深白尸牙呢 左登峰很难把眼前这一具干粒的尸体 和刊笔联系起身 刊笔感受到阳气的存在 伸出尸爪就想要探渣了 但是他的动作很慢的 对左登峰扣不成任何的威胁 左登峰也红过去仔细地看了 发现这只刊笔 并不是年幼的同尸幻化的 他的五官依稀可以看得出 他生前就是个成年人 只不过过头就很矮小 和大头一样是个猪如蜜 仔细地看了一阵 左登峰一伸手 在棺材里面把他拿出来 扔着他的头发就走出整屋了 这阵时左登峰心情很漂亮 这只刊笔已经虚弱成这样的样子 外面的野兽依然不敢靠来 这就表明 刊笔发出的气息的确可以克制细菌 另外他虽然不怕动手 但是也不愿意动手就使用武力 万要执着兔子 那总比追兔子来得开心 最重要的一点 是这只刊笔很小的 攜帶真的很方便 左登峰出来之后 十三起身迎了过来 对于左登峰捉住刊笔 他并不意外 左登峰虽然失去了阴阳生死缺 带来的敏锐直觉 但是十三的感官都还在 他之所以不陪着左登峰 降入石屋 就是因为他察觉到 里面的野兽 并不可以威胁到左登峰 不过十三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 还是新一只爪去插拗刊笔 左登峰微微拎了头 十三看到这样 立即便缩回一只爪 大头和金龟子距离左登峰并不远 看到左登峰带出了刊笔 是他的下岳都有突出的尸牙 左登峰并不远看了大头一眼 并没有回答他 这只罕白的皮肉都已经干粒了 虚弱的原因一眼看得出 还需要问吗 是不是外界的病毒综合了他体内的士气呢 不对啊 他的灵气极为之充盈的 并不飘忽的 别胡说了 饿你几年你都是这样的 不管是人和动物都需要进食的 饿回一头半个月的子气高手 连老坑都打不过 左登峰啊 双周时期的人有戴耳環的习惯吗 大头看着看白的耳環 耳環很大的 不过就比手硬要小 他不是中土人士 应该是个蛮方民族的人 这里不具备形成僵尸的条件 他不是在这里承认的 是承认了之后有人把他带过来的 左登峰转过木箱 拿出清水喝水解渴了 两个人知道左登峰的说话还没说完 于是内心地等他喝完水再来解释 左登峰滑完水之后 把枕放回木箱 嗯 这处倒序和南边倒序最大的不同 就是这里没有发出高温的火山口 温度很低 不适合人类居住 温拔发出的热气可以提高这里的温度 令到这里可以住人 这只温拔应该是姜子牙找到 而送给基仙等人的 因为姜子牙之前来过这里 知道这里不适合住人 所以在救落基仙等人之后 他就找到这只温拔送给他们了 等他们带到来这里 温拔的作用就相当于火炉 这里周围全部都是冰雪 温拔发出的热气再强烈 也都不足以令到这里干旱的 啊 姜子牙送给他对温拔啊 啊 那不是向羊群里面送狮子吗 左登峰一说完 大头和金龟子立即提出质疑了 狮子之前是被困在龙里面的 但是羊群觉得困狮子的龙太小了 于是想和他换个大龙 这样一换不要紧 直接把狮子放了出来 在宫殿东面那间石屋 以及里面的石棺 都是当年搬迁到来这里的人 帮刊拔特制的 刊拔最初肯定不是躺在石棺里面的 那你说姜子牙送刊拔给基仙他们 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呢 你觉得呢 左登峰转头看了大头一眼 他已经摸清楚了大头说话的习惯了 大头不服气的时候就会用你 如果他心服口服的时候 就会用专称的你了 还是小孩子的心性 啊 应该是出于好意的 要不然没有必要多此一句 姜子牙是百岁老人 老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稳重 而且老人见多会说 对人性了解得很清楚的 他应该是知道 世界上最不听话的就是人 最自以为是的也是人 他当年肯定说了给基仙这帮人知道 刊拔是很危险的 但是他也可以预料到 这些人迟早会忘记他的警告的 所以我不认为姜子牙 把刊拔送给基仙等人是出于善意的 这一个情况就好像大人送给小孩子一把枪 说给小孩子手枪可以防身 但是其实很危险的 其实这种做法并不负责 哼 最负责的做法不是给小孩子手枪 而是把小孩子送到安全的地方 金龟子伸手指着地下的刊拔 左将人 这里的人是逃走了 还是被他杀了 刊拔是一直想抓咬他 他需要时不时换地方加以躲避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姜子牙当年没有救到母庚 只是救了基家的老三和老五 老三所作的南边倒序 当年的居民应该有一两千 而老五大的人应该都有这个数 那么多人 看白在短时间之内根本就杀不杀 肯定会逃走一些 当年逃走的那些人 在冰原上面艰难地行进了五百里 少数人走到南边那个岛序 和那里的人报了信 左登峰抬手向南边指 呃 没有灵气收围 在冰天雪地里面行五百里 哎呀真是不容易了 大头是比较柔和的质疑左登峰的判断 哼 当年这里 无非只有几只北极熊 防北极熊 有必要建造高达三丈的城墙吗 有必要派士兵巡逻驻守吗 大头和金龟子听到 大头和金龟子听到 那才明白左登峰的意思 南边倒聚的那些冰场 其实是为了抵御这只汉拔的 而汉拔可能根本就没有过去 否则三丈高的城墙也拦不住 左登峰对大头说了 这只汉拔就交给你了 扎着它背走 千万不要让它咬到 一旦让它碰到血 它马上就会暴将两尺现出圆形 由于担心大头对汉拔生出同病相连的怜悯 它刻意加了最后一句 其实就算把汉拔浸在血池里面 它也长不出两尺 大头揪着眉看着地下的汉拔 哎呀左登仁啊 你还是冻住它啦 这只汉拔虽然虚弱 但是它毕竟是牙尖咀利 一不小心被它射到 那就真的不是开玩笑的了 放心啦 它是咬不住的 那要不然我们换一下 大头没口气地对回金龟子一句 金龟子背的就是美女 它背的就是僵尸 那这个待遇简直就是天渊之别啦 哦好啊等我来背啦 金龟子听到鸪头同意 拿出承索开始捆绑汉拔了 其实它劝了大头也是为大头好的 它先前曾经托过被冰封的假针的 被原音真气就冻到够了 左登仁看着金龟子捆绑汉拔 不由得就微微另头了 大头是紫阳观的的传弟子 而金龟子相当于寄人篱下避难的 就算大头没欺负它的意思 它的内心深处也都有些多自卑感的 不过左登仁心里面升起的同情心 在过了一阵之后就变成了哭笑不得了 金龟子这个人还认真是怕死了 将承菌承索全部都用完 层层叠叠地将那只汗拔绑汉成的木乃衣 左登仁掃了两个人一眼 你们两个到底是谁背了 等我来背了 大头拿起承索把汗拔绑在背上 哈 你知不知道你背了个背了个背了 哎呀 定时炸弹 不是啊 你背的是个护身符 只要你背着它就没有野兽地埋你身的了 而且它发出的气息 在白布之内就可以彻底隔绝病毒 背着它呀 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不再需要止气颠峰的庇护了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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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頭聽到 閉大眼睛就問了 啊 是不是真的啊 沒錯 左燈風閃身 把先前所見的那幾棵植物拔了回來 放到大頭的手裡 我說的百步是保守估計而已 哎呀 太好了 帶回去之後 一定要等他們好好地研究研究先 走吧 先回去南邊那座島嶼 左燈風微微屈塞 踏地凌空 金龜子隨後就跟了上來 啊 左真人 那跟著下來怎麼算好呢 只能夠下水的了 有了它 下水就會相對安全一些 左燈風伸手指了一下大頭背上的罕拔 這隻罕拔可以驅散被細菌感染了的野手 自然也可以令到水裡的生物退避三射了 金龜子聽到 轉頭看了大頭一眼 然後轉頭對左燈風吹了阿頭 過了一陣之後 三個人就到達到島嶼的外圍了 那些趴伏在外圍的動物呢 不用等三個人埋身了 紛紛地四散躲避 大頭又覺得好賺鬼 於是 背著罕拔就四處趕拔了 大頭玩了一陣之後 掠回到左燈風旁邊 是啊 左真人 真的有效 連水裡的動物都避開了 左燈風聽到微微說了阿頭 這一個情形就在他意料之中的 金龜子對罕拔就很有興趣 和大頭商量著要拿來揹一下 大頭就肯定不會答應了 左真人都說了 你揹慢小堂 我小顆嘛 揹著他就對了 揹著可以驅散獸群的罕拔 三個人一路上就沒有撞到任何凶險了 不用兩個時辰而已 就趕回南邊的島嶼 拉門進去 萬小堂等人都還在原地 有金屬大門和鎮法的雙重保護 他們就很安全的 大頭放下漢拔對著左燈風就問了 左真人 什麼時候叫醒他們好啊 等一會吧 北極之行最危險的事 就是潛入海底去找找石 萬小堂這班人都幫不到什麼手 沒必要現在就叫醒他們 啊 你真的要下水啊 金屬大門說話的時候 看出一眼大頭旁邊的漢拔 沒錯 必須要下去了 左燈風吞了下肩膀 放下了木箱 哎呀 水底下肯定很冷的 而且暗床危險 左真人 你要三屍啊 左燈風抬頭看了金屬大門一眼 對他吞了下頭 左真人 那什麼時候動身啊 我還沒想好啊 先休息一會吧 左燈風說完就閉上眼了 下水就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 行動之前必須要有周密的安排 大頭和金龜子兩個人 看到左燈風閉上眼了 於是就不再打擾他了 安靜地吃完乾糧睡下就休息了 左燈風雖然閉上眼了 但是他就一點都不想睡的 他在想著下水的諸多細節 首先要考慮的就是海水的溫度 冰下的溫度無疑就在零度左右 普通人在這樣的溫度之中 很快就會被凍死了 就算是修幸中人也都吐不了多久的 但是他就有純陽護手 水溫的高低對他來說影響不大 其次就是潜水的深度 這裡的居民製造的潜水艇 並不是非常堅固的 當年下潜深度應該就不是很深的 而且潜水艇裡面的人 在潜艇停下來之後 還會進入海裡面工作 那些人可以到達的深度 他也可以到達 這方面就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至於水裡面那些被細菌感染的水生動物 也不用怕 漢拔發出的氣息可以將它們驅散 現在唯一一個問題 就是在水下面停留的時間 如果單純是靠閉氣 他在水下面最多可以停留半盞茶的時間 這個還只是靜止的狀態下 如果在水底活動 那還堅持不到那麼長時間 下潜 守沉 滑取 再上浮 這一系列的動作 五分鐘的時間就是不夠的 左登峰想到這裡就被卡住了 這裡就是北極 不可能有潛水裝置存在的 但是沒有氧氣補給裝置 這樣就沒有辦法下水的了 如果只是落海去拿取固定的東西 這樣就可以多次地入水 但是水底是玄武來的 這隻玄武還是被鎖住的 但凡被鎖住的動物都會很暴力的 更何況 玄武本身也帶有極強的攻擊性 如果被它發現了 那它就一定會發起攻擊的 令到它停止攻擊的唯一辦法 就是跟它威賴 但是眾人攜帶的食物就很有限 過了很久之後 左登峰搶長地嘆了一口氣 翻身坐起從木箱裡 拿出白酒就喝了一口 大頭聽到左登峰的嘆氣聲 左登峰 左登峰 下水需要補充氧氣的氣瓶 要不然我在水下蹲不久 你懂得使用潛水裝置 懂 我之前使用過 左登峰先前在三江並樓區域 曾經帶過潛水裝置 那你等一會 大頭聽到快速地拿個背包 從裡面就拿出一張地圖 仔細地看了一會之後 將地圖移到左登峰面前 左登峰 你看看 最近的北極站是印度修建的 距離這裡有不到一千公里 那裡應該有氧氣補給的設備 北極站是什麼 左登峰低頭看著大頭手裡的地圖 地圖上面有十幾個紅色的原點 這個就是各國在北極地區 進行科學考察和科學研究的工作站 你生活的那個時代還沒有 金龜子翻身就坐起來了 哦 那我們可以去那裡幫左真人去找氧氣瓶 左登峰露了頭 講個位置給我知道 我去走一趟 要下水的話 沒有氧氣瓶就肯定不行 哎呀 不用你去了 這些事交給我 大頭轉頭看著一眼旁邊的漢拔 有漢拔在這裡 他就可以自由地行動了 左登峰沉淫了一陣 嗯 都好 現在的氧氣裝置 和九十年前的氧氣裝置 肯定有了很大的變化 而且他也不知道 大頭所說的北極站 是個什麼性質的建築 金龜子就主動請英 哎呀 等我去吧 我懂得印度的語言 如果真的找到氧氣瓶 我攜帶也比較方便 啊 都可以 大頭本來是想著自己去的 聽到這樣 覺得金龜子說的也有道理 他是身材矮細 帶東西回來的確就不方便 左登峰也順頭同意 金龜子的身法 雖然就差了一些 但是只要揹著漢拔 想起來也不會有什麼危險的 那我立刻動身了 金龜子看到兩個人沒有什麼意見 立刻站起來揹上行囊了 大頭幫金龜子把漢拔在身後面 我為什麼從來都沒有聽你說過你會印度語 啊 我拜入道門之前曾經接觸過佛門 佛門有很多佛經都是繁語 也就是印度語 指南針在這裡沒用的 你一直向西南方向走 路上小心點 大頭把手裡面的地圖遞了給金龜子 好啊 金龜子摘過地圖放入了三袋了 左登峰把剛剛開封的白酒遞了給金龜子 路上小心點 注意安全 不用急的 金龜子摘了下手 沒有接到左登峰的白酒 好 多謝左真人 你們也都注意安全啊 講完 金龜子就濫步向大門走過去了 大頭把他送到門口 轉身走了回來 左真人 不用兩天他就可以回來的了 北極站裡面應該會有氧氣瓶的 就算沒有潛水氣瓶 也都應該會有醫療氣瓶的 那就好 早點休息了 左登峰就躺下來 三個時辰之後 左登峰醒了 這陣時大頭都還在睡覺 左登峰就沒有打擾他 盤失而坐 營煉靈氣了 在進入紫氣瓶峰之後 他打助煉靈氣的次數就很少的 他知道自己就沒有多長命的了 也都不奢望可以誤導飛升 紫氣瓶峰的修為 對他來說就已經夠了 一個時辰之後 大頭醒了 兩個人就開始吃早飯了 左登峰打開罐頭遞了給十三 十三就連聞都不聞 袁武是被鎖在海底的 他的活動範圍很有限 捕食肯定是很困難的 我估計他可能一直處在飢餓狀態 所以當年居住在這裏的人 才可以用事和他拉起關係 嗯 你說得對 我覺得袁武肯定也對細菌免疫的 如果他不吞食那些被細菌感染的動物 他已經兩年多沒有進食的了 你下水之後一定要小心 吃完飯 我們先去袁武鎖在他的區域 探一下情況先 等馬金貴回來馬上就動手 好 對了 左真人 你說袁武為什麼會被鎖在北極的海底 是誰做的 袁武是四大聖獸之一 凡人肯定是困不住的 相傳袁武就駐守在北方 或者是有人擔心他會到處遊走 亂了天下的氣數 左登峰就是隨口說的 青龍是東方聖守 白虎居西 袁武鎖北 朱雀鎮南 這些都是道家經典明確記載的 天圓地方這個說法 其實是道家最先提出來的 後來才傳到民間 而且飽受爭議 實際上 天圓地方這個詞的意思是 乾坤本為圓形無極 四隻聖獸各鎮一方 大頭聽完就說了阿頭 兩個人吃完早飯 離開古城就向西而行 兩個人的身法都很順滑 在兵面上面急速地飛落 在一個時辰之後 大頭就根據氣息 以及座標方位 找到了目的地了 目的地位於三座冰山的環埔之下 東西北三面全部都是陡峭的冰峰 而南面就是平坦的冰圓 三座冰山環埔的區域超過十里 大頭站在東面的冰山伸手指著下面 就在這裡下面 氣息為黑 煮水 殺氣極重 有幾大 袁武本來就是空神 道經就有說 南斗鑄生 北斗鑄死 意思就是人應南斗而生 行指北斗受指 受指人亡 所以北斗袁武就是空神 嘩!好大呀! 下面有沒有被細菌感染的水生動物? 左登峰並沒有追問袁武具體有多大 大頭的聲音都震了 肯定都不會小的 大頭微微瞇著眼睛低頭望向下面 有啊! 左登峰剛剛想出聲追問 卻發現十三就跑到峭壁旁邊蹲了下去 隨即就是一拋貓尿了 嘩!你又餓啊!你打得過人家嗎你! 左登峰一伸手握回十三 左真人啊!他的氣息位於極深的海底的 距離兵面有三里左右 萬一他不上浮 那我們怎麼算好啊? 不要緊 當年那些人肯定是利用食物將他引上來的 我們也可以效果 大頭又觀察了一會兒 沒有其他發現了 兩個人就回回古城 靜心地等金龜子回來 第二天 金龜子沒有回來 第三天 金龜子竟然還沒回來 來 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南越蒙面俠演播的 愿意修真鲜俠小说《残暴》 第429章 出现逃兵 大头就试图观气搜寻 但是他并没有发现金龟子的气息 虽然当下被细菌感染的动物气息是很稠的 但是金龟子是单纯收围 他的气息就很容易辨别的 搜寻之下没有结果 那就只有两个可能 一是金龟子出了意外 二就是金龟子不在大头的观气范围之内 左真人 我们去一趟 那你有备用地图吗 左登峰是亲眼看到的 金龟子临走的时候 大头就把地图给了他 哎呀 没有啊 那张地图就是被用的了 北极站不在我们的路线上面 我当初也是为了以防万一 才打印出了那张地图 算了 别去了 左真人 你说马金龟是出现了意外 还是带着汉拔离开了 我并不了解这个人 他和你们相处的时间长 你应该比我更加了解他 嗯 他在紫阳灌住了很长时间 一直和我们相处得好好的 不应该在关键时刻背叛我们 不过他也知道汉拔不可以喂食 应该不是出现了意外 那他知道你们观器术的缺陷吗 嗯 他很喜欢喝酒的 经常和我四司伯喝酒 观器术看不透铁类金属也不算是什么秘密 四司伯应该会告诉他 唉 那应该是离开了 既然离下的日子并不好过 有了汉拔他就恢复自由了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只要他套一顶铁帽 你们就找不到他了 哎呀 他一直和我们相处得好好的 从来都没闹过矛盾 为什么要走啊 人和人相处 永远不可能没有矛盾的 就算是夫妻或者是老友 也有咬脚的时候 他从来都没和你们发生矛盾 说明他一直在压抑自己 他知道不可以得罪你们 要不然就会失去庇护的了 哎呀 他真的太少看我们了 唉 还是那句 寄人离下的感觉并不好 左登峰是紫气颠峰的修为 到了紫阳观之后 还是有了那里是人家道观的想法 只是蹲在门房 从来都不去他们的正殿的 金龟子就是淡紫修为 这种感觉肯定就更加强烈了 哎呀 这次真的被这个拆鞋侵害死了 左真人 我们必须去北极站的 要不然你没氧气落水啊 大头就激到微微打阵 林阵脱逃 这个就是极为之恶劣的行为了 最关键的是 金龟子还带走了汉拔 没有了汉拔庇护呢 左登峰落水就会极度危险的了 那你可以找得到北极站吗 找不到都要找的 左登峰听到拎了下头 大头在气氛之下已经乱了方寸了 变得好不理智 找不到氧气瓶 那就只能够用你们睡觉的睡囊了 左登峰伸手指了下地下的睡囊 大头他们所携带的睡囊就是冲气的 分为三个区域来冲气 可以割取其中一个区域冲上气体 作为水底换气之用 但是这个撑不到多久的 而且在水下面很容易穿的 没办法了 只能够这样 承索还有多长啊 300米啊 承索很紮实的 里面搞着钢线的 大头拿出了背包里面那固承索 那走吧 左登峰执拾着剩下的干粮 大头见到左登峰准备出发 再度出声提醒他 左真人 没有了汗拔 你下水之后肯定会遭受攻击的 好吧 外面那副甲帽可以用得上了 到时候我穿着它下水了 左登峰将干粮装了三包 背了在身上 木箱就留在保护曼小堂的阵法之内 大头见了左登峰主意都定了 于是就不再多嘴了 收拾好些东西跟着就出去了 到了大门位 大头就把那副甲帽托在肩头上面 由于两个人各自背负了大量的装备和干粮 行进速度就有所减慢了 在三个钟头之后 两个人再度来到了圆武所在的冰村 左登峰放下干粮就对大头说了 将食物的包装都打开 我下去溶化冰面 啊 如果冰面溶化 温度会引来大量的水生动物的 我们还是仔细地再商量一下 左登峰看了大头一眼 转身就掠了下去了 不可以犹豫的 越犹豫就会越害怕 只有傻子才真的无所畏惧的 任何人面对着传说之中的圆武巨手 都会心寒的 纯阳护手发出的热气 将厚达两象的坚兵快速溶化 出于安全角度考虑 左登峰就用纯阳真气 割开了一处十步左右的圆形区域 转移约到上方 用移山缺 将巨大的冰陀 从冰面上面垂直地摸出来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 左登峰又在东西两边 各自融化出了两处十步左右的圆形区域 这个是他帮自己留下的后路 如果有一处缺口被动物塞住了 那么他也可以从另外两个缺口来逃生 大头在冰壁上面出声高喊 左登峰 现在怎么办好啊 左登峰听到向大头摆了下手 示意他不要心急 这阵时下面那些海水 已经将缺口位都填满了 摆手之后 左登峰开始用纯阳真气 为中间缺口的海水来加温 左登峰 水底那些动物都向你聚集着 左登峰听到再度就向大头摆了下手 两个人攜带的干粮数量就有限的 不可以浪费 袁武这阵时还折服在海底的深处 单纯的食物引游 可能就不足以令他发觉的 如今之计 只有令到这一片区域聚集大量的水生动物 而且引发一场智商残杀的争斗 那才有可能将袁武引出来 纯阳真气是可以融化金属的 在左登峰的极力吹雨之下 下面的海水就快速升温了 水的度热性极好的 附近的那些水生动物 察觉到温度的变化了 在体内细菌的触使之下 纷纷就向这里聚集来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恩怨 有动物的地方也同样是这样的 每一只被细菌感染了的动物 都极力想靠这一片温度很高的水域 那涌极和冲撞就在所难免了 过了一阵而已 冰面开始微微地震动 左登峰感觉到 一伸手把十三拿到自己肩头上面 随时就准备凌空抽身了 大头在冰壁上面出声高喊 左登峰这阵时就好像站在 随时可能噴发的火山口上面 情形极度危险 左登峰很紧张 紫气颠峰的导引也是人 是人也会害怕的 在听到大头的告警之后 左登峰右手下探 发出原音真气将脚下的冰面加鼓 以防下面突然刺出瑞翅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任何一个疏忽都有可能没命 虽然是极为之紧张 但是左登峰依然没有离开 一直在发出尊阳真气帮海水升温 这片区域聚集的水生动物越多 它们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 冲突的规模越大 就越可以惊动 躲在深海里面的原母 冰面下面存在的震动越来越大 这个表明水底聚集了不少大型的动物 而且彼此之间已经开始发生冲突 左登峰对着大头就问 袁武有没有动静啊 这阵时冰面已经传来了咳咳咳咳咳的声音 必须尽快撤离的了 没有啊 左登峰听到走着微左右地看 这阵时如果是抽身走人 冲突就有可能会缓解 如果重新再来过 那么势必还要豪损大量的灵气的 必须一鼓作气令到冲突升级 这阵时就走还是早那头啊 过了一阵之后 冰面开始破碎了 下面出现了各种丑陋的水生动物 这些动物就以鱼类居多的 体型巨大 迫迫一块的弯弯扭曲 就好像干阔水坑里面的一潭泥秋那样 只不过这些就不是泥秋啊 而是生满了獠牙的怪鱼 其中不少样貌都很怪异的 有一条生着人类头颅的怪鱼 头后面拖着抢肠的蛇身 这种似蛇似鱼的怪物呢 和他在湖南发现的那条 识唱歌的美女蛇就有几分相似了 在冰面破碎之后 左登峰就只能够抽身走人了 略回了冰壁 然后低头看住下面的情况 水面这阵时已经沸腾起身 动物之间的争斗升级 在热气消失之后 他们就开始急躁了 急躁就会生出憤怒 憤怒之下就会迁怒其他人 过了一阵之后 下面彻底成为了杀绿的战场了 绿色的血液涌动翻腾 各种残屍频频浮出水面了 袁武浴了没有? 还没有? 如果有移动立刻告诉我 两个人这阵时所处的地方很安全 无异于座山观虎斗 可以静观其变 大头指着那些已经开封了的食物 左真人 那些东西怎么算好? 左登峰拿个大头拿来开罐头的匕首 把睡囊割开 留下三分之一储存空气 剩下的皮囊拿来包起那些食物 把承索拿出来捆在这里上面 我下水之后 你不用理承索 也不用拖梦 左登峰发出原音真气 将两个人旁边的一条冰柱加鼓 大头听到快速就从背囊里拿出承索 捆住了一条冰柱 左登峰将储存空气的皮囊外部 裹上了一层冰衣 随即将冰衣加口 最终将皮囊包裹成了一只坚硬的冰球 以瑞郎的充气膠管来搏接 绑在甲袖的身后 随后将那一具甲袖的双手部位去除了 只等婴没有出现 就要穿着甲袖 拿着承索重新落水 大头还是有点不放心 左登仁 换气不会有问题吗 没办法 只能够试试 这样的皮囊 只能够换气两口到三口 在水底最多就蹲上一刻钟 左登仁 我可以做些什么 在上面帮我看着衣服吧 左真人 大头的面皮微微地抽动 左登峰听到 轮转头看向大头了 只见大头伸出短小的手指指着下面 他…他…他开始相逢了 age French, 人生 i 未经 alegem 欢迎你继续收听 由南越蒙面俠演播的 渐园修真仙俠小说 《残泡》 左登峰听到猛然皱眉了 袁武竟然真的上了来 大头紧张地看向左登峰 左登峰现在怎么算好 左登峰眉头紧走 没有出声 这阵时兵壁下面的平坦区域 已经开始沸腾了 怪鱼 蛇女 瓶女 以及一些身体带着黄毛的 好像海豚似的动物 在其中冲撞翻滚 数量不少于成千条 这阵时跳下去 这就不是有没有勇气的问题了 而是有没有脑 因为跳下去就等于自杀 左登峰沉淫了一阵 等一阵先观察一下袁武的反应 袁武上浮肯定是发现了上方的异动的 他上浮的动机现在还不明确 还是进一步观察之后再做决定好些 大头根据袁武的气息向左登峰汇报情况 伸长两百多米 上浮速度很缓慢的 左登峰听到慢慢按下头 两百米的确是非常之巨大 不比金龙世几多的 但是通常情况之下 体型越大的动物 行动就越缓慢的 这一点对他来说是有利的 大头微微瞇着对眼 注视着袁武的动静 距离水面还有两里 五百米 两百米 杀人 他要上来了 左登峰的心情也都极度紧张 尽管他失去了敏锐的直角 但是这阵时他依然感到一股寒气 从脑后面直冲百回 他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杀气 杀气之中 吻含着强悍的实力 充满了不可触犯的威严 下面海水里面那些动物 已经遭受到细菌的感染 感受不到袁武发出的杀气 这阵时还在下面搞前争斗 并没有离开的意思 五十米 左登峰 他停下来 大头紧张地伸手指着下面 大头说话刚刚落 下面就翻起了一股巨大的水浪 水浪并不高的 但是翻涌的范围很大 那些在海里面潜逗的鱼蛇之属 纷纷就被水浪拥到四周围 不过水浪虽然一直在持续外翻 但是他并不见到袁武现身 他的主体停下来 他的头还一直在向上探 他被锁了起身 不可以离开海水 但是他可以探头呼吸 左登峰开始解道袍的三楼 与此同时 钉实下面翻滚的海水 过了一阵之后 海水停止翻滚 有一只巨大的龙头探出了水面 泥水一丈有多 这只龙头是青黑色的 有石磨的大小 头上面生着五尺的龙角 鼻阔口阔 双眼晶光流动 头部覆盖着黑色的鱗片 嘴角垫着龙骚 在出水之后 首先敷出了两道混绥的气柱 垂口就是深深一级了 左登峰之前就见过真龙 这只龙头和真龙的龙头极为之相似 但是 他的头部带着一些乌龟的特征 比真龙就要圆一点 另外 真龙对眼就是红色 而圆武对眼就是黑色 大人 宫殿里面的雕像没有龙角 他为什么有角 大头巴声 还伴随着这些雅极极挂挂的声音 圆武的眼神并不是动物的混沌和懵懂 而是透着窥人神苦的寒光 这个表明他并不愚蠢 甚至比人类更加聪明 不清楚 可能是后期滋生出来的 圆武的头颅一出水 左登峰立刻感受到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圆武的头颅和金龙相比 略微失了庄种 偏于凶杀的 但是他头部的龙角 以及飘顿着的龙羞 却是表明了血脉的高贵 微微瞇着他双眼之中 投出苦视和藐视 其强大的气势 威压足以令众生臣服跪拜 不过他的气势 和五爪金龙就不同了 如果说五爪金龙 是君临天下的君主 那圆武就是杀生万千的霸主 在他的身上感受不到 丝毫的欢容和慈善的 有的只是逆我者亡的强者傲气 和深言泪气 左登峰有点想退态了 落到水里面 从他的背脊上去找隐石 这个就被在老虎嘴上拔骚 要危险一万倍 无疑就是自己找来死的了 圆武的头颅探出水面之后 转动着对眼左右地看 看到周围那些翻滚冲撞的鱼蛇之属 微微有点露意 这些怪鱼和巨蛇的出现 无疑就是触犯了他的威严 不过周围那些鱼蛇就并不怕他 在水浪平息之后 再度就在他的头颅附近游动了 圆武看到这样 眼里面的露意越发之明显 不过他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而是转头看着兵壁上面的 左登峰和大头 大头吞了口水 左真人 现在怎么算好 被圆武直接钉石的感觉并不好 非常之不好 左登峰听到没有出声 而是双臂前身 抱拳深深一泣 这个就是双周时期的礼仪 左登峰的用意是以这样做向圆武来表达善意 圆武虽然不可以口吐人言 但是他的神智是非常了得的 一定可以明白他的举动是什么意思 左真人 你这是干什么 我要告诉他 我们的内衣 左登峰再度攻身向前作一 基仙等人曾经就制制过圆武 制制过后都会和他喂食 他要通过这个举动 等圆武知道他也是来喂食 在九寇之后 左登峰将包好的那包干粮解开 这些干粮就以压缩饼干居多 左登峰用双手捧起 撒向了下面 与此同时 用眼尾观察着圆武的反应 在撒出食物之后 圆武的眼神就变得相对柔和了 不再去理两个人 而是 低头看着周围那些 不识死的大鱼和巨蛇 这些动物 这阵时正在争抢 左登峰泡撒下去的食物 圆武发现他们在那里抢食 眼里面煞光罩起了 抹大了巨口将冲到近前一条巨蛇 拦腰咬断 随即又去攻击其他动物 左登峰见到这样大为之欢喜 圆武的举动表明在他看来 这些食物是两个人供奉给他的 这些鱼帽蛇竟然敢过来空抢 这个就是找死不知定了 左登仁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要和他表达善意 效仿前人 大头看了一眼下面的箭房 他被锁住了 实力发挥不出来 圆武虽然极为霸道 但是他是锁住了 实力连三成都发挥不出来 而那些被病毒感染了的鱼蛇 为了抢夺食物 并没有离开的意思 圆武是毒物 迫到急了他就会吐毒的了 你慢慢地抢杀食物 我下去帮他 左登风脱下了道袍 转转头看向正是城面不服气 看实圆武的十三 你留在这里看实我的衣服 左登风的眼神就像在看电脑那样 当年那些人尽管是从他背脊上拿东西 但是在圆武看来就是帮他拗痕 这么大只动物行动不便 在身上肯定会生负着一些背壳和台石 帮他拿下的东西 他就会感觉很舒服 当年的人肯定是利用了他这种心理 否则单凭一点堆食物 不足以令到圆武 允许他们在自己背脊上乱搅 左登风脱下了捆在甲袖背脊上的气囊 你…你不做亏甲吗 大头拿起一块肉食抛掉了下去 肉食就被一条疏型的大鱼抢走了 圆武发大火 拉大嘴咬住了疏羽的尾部 灵头狂拼 疏羽立即就没命了 不过圆武虽然攻击他们 但是他并不吞食 咬死之后就立即抛弃 不准得 否则他认为我会带着敌意 左登风握个大头的匕首 向着下面就掠过去了 那么成熟怎么办 在一边绑上的重东西 扔下去吧 备用 这阵时圆武已经处于被围攻的状态了 但是他的轮甲极度坚硬 那些鱼帽蛇仔根本就伤他不了 左登风快速量过去 移起海水凌结成冰锚 快速地刺死了那条潜在圆武角上的海蛇 刺死海蛇之后 左登风并没有观察圆武的反应 距离一近而已 圆武的样子更加凶杀了 左登风本能够避免直接看他 在海水上面 快速地刺死水里面的怪鱼和巨蛇 他必须尽快让圆武明白他是来帮拖的 只有圆武发现了这一点 那才有可能被他埋伸 帮手也要讲究技巧的 左登风选的都是圆武左右两边相对比较远的动物 圆武正面的那些鱼和蛇绝对不碰他 要不然就会令到圆武生出圈奔夺主的感觉 和这一类动物相处 必须谨慎再谨慎 左登风五行是属水的 圆阴真气可以瞬间将海水凝结成长矛 过了一阵而已 挂鱼和巨蛇就死伤过半了 这阵时左登风一口灵气也已经耗尽 于是撞着个胆落在圆武的颈子的左边 圆武感觉到 立即就发出了沉闷的梦声 左登风看到这样 马上一口吹出匕首 将附着在圆武轮扁上面的一块硬台挂了他 并不抬头去看他 过度的紧张和惊惧会令人全身都无力 左登风这阵时就有这种感觉 但是他害怕的并不是圆武细咬他 而是担心圆武会沉入海底 他一旦沉入海底就不会再浮上来的了 左登风快速地搜寻着 附着在圆武身上的义物 一经发现 立即就和他去除了 圆武的轮片坚硬无比 这把小小的匕首就并不伤得到他的 圆武似乎明白了左登风想怎样了 毕竟左登风的举动和之前那些人的举动极为之相似 所以圆武就开始吞食飘浮在海面上面的食物 不再去理左登风了 海面上面的食物都很小的 圆武是抹大嘴在吸食 这种进食方式和龙蛇就有点相似了 进食速度很快的 左登风看到这样就不敢再面面摸摸了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快速地向下潜了 水底这阵时还有不少大型的水生动物在周围游动 好在他们的注意力全部冷在海面上面 入水之后左登风快速地向下潜了 那些海水很冷的 但是他并没有立刻从纯阳护手里抽取阳气 在水下面体温就不可以太高的 如果不是就会将那些被细菌感染了的怪物引过来 左登风就是在海边长大的 在水里面可以省开眼来看东西 北极的海水都还算挺清的 水底能见度超过十丈 过了一会儿之后 左登风发现了原武的巨大甲行 嗨各位听友 我是千般风流 故事听到这里是不是很精彩呢 听了这么多集之后 你最喜欢的女角色是谁呢 你最希望左登风可以和谁在一起 我们在评论区谈一下 阿千啊 不记得卖广告啊 啊对啊 千般风流最近有新书上架啊 在本专辑参与创作一栏 点开千般风流的公仔头 按入我的主页就可以见到的了 记得来捧一下墙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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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继续收听 由南越蒙面俠演播的 源義修真鮮俠小說《殘舖》 第431章 探沉穩石 原武的甲殼就是圓形的 長和闊都有兩百多米 與海洋之中龜類動物的甲殼不同 原武的甲殼與淡水中的水魚更加相似 呈現扁平的形狀 在甲殼的上部生著很多骨刺 骨刺的長短粗幼各不相同 一眼看過去就像陀伏著一座石林般的山仔 原武的四肢與爬行動物相似 粗得像橡皮般長有七呎 巨大的四肢末布生著銳爪 四條好像小孩子手臂那麼粗幼的黑色鎖鏈 分別鎖住了他的四肢 這時候那四條鎖鏈已經崩到行 這個表明原武已經上浮到他活動範圍的極限 看到原武的龜甲之後 左登峰快速潛水靠過去了 攀附著龜甲上面的骨刺去找 龜甲的面積就很大的 大小骨刺上下參差不齊 最長的可以達到十幾米 在骨刺的納粒之中附著著大量的土石等等異物 由於年代很久遠 很多異物已經和骨刺黏連一塊 由於原武生著大量的骨刺 在它移動的時候 骨刺往往就會撒到海底的岩石 部分跌下來的岩石就卡在它的骨刺瘋瘋之中 那塊岩石可能就是被它刮了下來 而且卡在骨刺當中的 而並非直接落在它背部上面 這些岩石卡住的位置就不同 角度也不同 令左登峰沒辦法一目了然地進行搜尋 只能夠在納粒裡面上上下下地搜尋 左右仔細看了 由於海水已經受到污染 台鞋都枯死了 但是在骨刺卡住的那些岩石 並沒有台鞋附著 但是上面都帶著背殼類動物死亡之後留下的背殼 背殼就掩蓋了岩石的本來面目 左登峰並不知道隕石是什麼樣子 這樣的情形更加加重了它辨別隕石的難度 隕石在墜落的過程之中會發生燃燒 在燃燒之後就會有密布的孔洞留下 這個就是鑑別隕石的一種方法 但是骨刺的納粒之中夾帶的岩石都覆蓋著大細不一的背殼 根本就沒辦法區分 另外根據大頭所說 隕石就是黑色的 這個也是便別隕石的另外一種方法 但是骨刺夾帶著的那些岩石背殼下面露出的 也大多數是黑色的 顏色也沒辦法成為便別隕石的標準了 左登峰快速地在腦裡過濾著各種辦法 他覺得現在只有一種辦法行得通 那就是用匕首削了岩石外附著的各種背殼 觀察岩石是不是有燃燒之後產生的氣孔 這個就真是最蠢的辦法 但是除此之外並沒有其他辦法 由於龜殼上面的骨刺夾帶著的岩石很多 左登峰一刻都不敢耽誤 將靈氣灌注在匕首之中快速削減著岩石 兩百多米的範圍 至少就夾帶著上百塊大細不一的岩石 如果逐一檢查 那就需要浪費大量時間了 十分鐘肯定不夠洗的 左登峰不由得開始急躁起來 可惜大頭的儀器沒有辦法在水底使用 如果不是就可以節省大量的時間 想到這裡 左登峰忽然想起 大頭在原武上浮之前 曾經用儀器檢測的這裡 發現並沒有反應的 這種情況就有兩種可能 一是海水太深了 令到儀器沒有辦法檢測到岩石 二就是殞石剩下的極少 位於海底深處 不足以被儀器檢測到 當然還有第三種可能 這就是這裡並沒有殞石 不過左登峰就不願意 將這個可能列入考慮的範圍了 綜合來看 第二種可能性最大 畢竟基仙等人曾經在原武的背上採集過殞石 多多少少都會剩下的 不可能刮得那麼乾淨 這也就是說 殞石很可能還有 但是就剩下不多了 想到這裡 左登峰就不再檢查那些大塊的岩石 而是用匕首削斬著被西瓜過頭要細的那些岩石 由於縮小了檢查的範圍 檢查速度就大大加快了 過了一陣子 左登峰就有了新的發現 在原武背上夾帶的岩石質地很堅硬 碎塊都是凌角分明的 這就表明 這些岩石都是構成海洋地殼的原武岩 而隕石是從高空下來 經過燃燒之後 不會再有凌角存在的了 這一個發現 令到左登峰再度縮小了搜尋範圍 放棄了那些凌角明顯的小型岩石 一心就去搜尋那些圓潤一點的了 小的岩石大部分就卡在骨切的根部 這個就為搜尋增加了難度 在中途 左登峰發現心口裡面的氧氣好盡了 咬著膠管用皮囊來換氣 但是皮囊裡面的空氣是用嘴吹進去的 氧氣在肺臟就消耗了一部分 所以皮囊裡面空氣所含的氧氣就並不多 左登峰皺著眉 把氣囊裡面的空氣全部吸光 順手就扔掉了氣囊 他在下水之前跟大頭說的 是爭取十分鐘的時間 這時就已經過了一半了 換氣之後 左登峰覺得周身冰冷 尤其是那頭 在低溫的刺激之下開始出現刺痛了 而目前的情況已經不容得他再隱藏身形了 他快速地從純陽護手裡面抽取陽氣 幫自己升溫 兩百多米的範圍呢 剛才只是搜尋了三分之一 在換氣之後 左登峰就加速地搜尋了 他很清楚 兩個人準備的那些食物 堅持不了多久 在食物耗盡之後 袁武就必定會潛入水底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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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削檢的結果令到左登峰越發之急躁 他心裡面最渴望的 就是忽然間發現一小塊殘留的隕石 只要發現了隕石 他這次來就算是圓滿的了 馬上就可以離開這裏 距離和無心雨再見 也只是一步之遙了 左登峰覺得自己這時 是在歡喜和絕望之間飄浮著 是歡喜還是絕望 就看看可不可以找到隕石 而可不可以找到隕石 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 還需要靠運氣的 他最不喜歡的就是撞彩 因為那些不是自己可以決定 和左右到的 一半還有三分之一 還有十步左右的一片區域 隨著檢查範圍的縮勢 左登峰的心情也變得矛盾 可以在袁武下沉之前 檢查了這些癌石無疑就是好事 但是隨著靜低的範圍越來越小 發現隕石的希望也都越來越渺茫了 就在左登峰的心情起伏忐忒時 忽然發現水流出現了異動 身體隨即就被水流托起了 左登峰心裡猛然一想 食物肯定就耗光了 袁武開始下潛了 袁武下潛的速度就並不快 左登峰急切地加快手沉速度 但是袁武在下沉的時候 海水就會產生向上的浮力 巨大的浮力令到左登峰身形搖擺 必須用左手扣緊癌石 或者拿著骨刺這樣才可以定住身形 這樣一來 用單手來削斬檢查速度就更慢了 冷靜 冷靜 左登峰在心裡重複著這兩個字 越是危急時刻越要保持冷靜 否則在慌亂之下就更容易出錯了 雖然左登峰一直在對自己強調要冷靜 但是真的要做到徹底的冷靜並不容易 換成是誰 被一隻上古巨獸帶入海底 也沒有辦法保持冷靜 隨著袁武下潛深度的增加 左登峰感到周圍的水眼越來越大 一陣之後就出現了耳鳴的症狀 他並不知道自己目前確切的深度 但是他知道自己的處境已經很危險了 必須盡快脫離原木的龜殼上浮出水 但是左登峰並沒有立刻鬆手 而是握緊最後一堆時間檢查著剩下的區域 他祈求著可以在最後關頭有所發現 因為奇蹟往往是出現在最後關頭的 可惜的是奇蹟並沒有出現到 在諸多岩石之中 他並沒有發現隕石的存在 看來隕石真的被基仙等人徹底地畫乾淨了 儘管心裏面比外面的海水還要凍三分 左登峰也只能放手了 這陣時他的雙眼已經開始象筒 必須上浮了 左登峰鬆手了 他只能夠鬆手 他已經揭盡全力了 這陣時他只能夠祈求那些提煉過後 剩下的殘渣 以及那兩條巨大的彈簧裏面 所運行的物質可以勉強救勇 但是他心裏面也很清楚的 不夠啊 他之前曾經經過多次的推敲和估算 絕對不夠的 帶著無盡的絕望 左登峰轉頭看了一眼原武巨大的龜甲 隨即開始上浮了 這陣時巨大的水壓 已經令到他無法自動上浮 左登峰只能夠震臂上衝 但是雙手剛剛揚起跡 他就停住了 他忽然想起 先前轉頭的時候 發現了一塊附著在原武巨大骨尺上面的岩石 岩石過頭就很小的 也無法確定是什麼材質 但是那塊岩石出現的地方不對啊 這麼小的岩石 不應該出現在巨大的骨尺的上部的 因為岩石都是被卡在骨尺的納粒之中的 岩石很小的話根本就卡不住 合理的解釋只有一個 那就是那塊岩石先前很大的 所以它才可以被卡住 後期那塊很大的岩石脫離了骨尺 只是剩下了很小的一塊黏在骨尺上面 原武被鎖住之後 活動的區域就很有限的 他背上的岩石自動脫落的可能性極小 除非有人把那塊岩石拿走了 想到這裡 左登峰馬上就想要向下面追了 但是倒下頭之後又改變了主意 不可以再下潛的了 要不然就會被巨大的水壓迫死 情急之下 左登峰震臂上衝 快速地攀住了原武腦後面的頸 原音真的拼命地吹動了 左登峰這樣做 純属是不要命的打法了 如果原武反擊 他就連避的機會都沒有了 但是這時候他想的是要激怒原武 或者原武就會再到上浮 不過原武就並沒有上浮了 原武本來就是陰属 看來的陰氣就極重 左登峰的原音真氣 並不可以對他構成實質性的傷害 在感受到左登峰的無禮舉動之後 原武也並沒有反擊 只是一靈頭墜落了他 慢慢地沉入了海底 左登峰一擊沒有結果 心裡極為傲老 但是這時候他胸口裡 鼓著的那一口氣即將就好 情急之下不顧得多想 雙臂夾大靈氣快速地震臂上浮 在上浮的同時 水壓快速地減少 左登峰覺得壓力罩減 這時候上面那片區域 依然聚集著大量的怪魚和巨蛇 為了避免遭受圍攻 他就只能夠中途改路 向東邊被用的出口游過去 雖然左登峰非常謹慎 但是其中一條 形同海豚的怪魚還發現了他 快速地從水下面追過來 左登峰這時候迫切需要喚氣 但是根本就無心亂戰 快速地向著出口游過去了 人在水下面永遠都快不過魚類的 就在左登峰距離缺口 只有不到三象的時候 怪魚已經快速追到來了 魚嘴抹開 嘴裡抱滿了荔翅的 左登峰快速轉身發出原音真氣 將海水營結為冰盾加以阻擋 但是這個舉動導致了極為嚴重的後果 冰盾雖然擋住了怪魚的攻勢 但是卻並沒有抵消他的衝力 在怪魚大力的衝擊之下 左登峰被急速地推離了沒有多遠處的缺口 進入了東邊的冰山下面 將左登峰推入冰山下面之後 怪魚依然沒有停下來 快速地把牠頂向東邊 距離喚氣的出口越來越遠了 左登峰的身在水下面沒有地方借力的 被動地退後 猛地叫苦 就在左登峰以為自己快要被淹死的時候 一道巨大的陸影突然出現了 將那條怪魚攔腰撕碎 可是一堆頂向說 是要燒起一條西華箱的 一陸影突然出現了 到八海店的目標 尋找到六個影片 由她都是兩個第一天 沉迫不見 雖然可遇到六個地下 是扁桑的 和尋懸惑人可來明明 第432章 故人重逢 怪鱼被撕水之后 大量绿色的血液 立刻就在海水之中快速扩散 左登峰没办法看清 先前出现的绿影是什么动物 在急切之下从水里面转身 快速地向外面游过去 由于被怪鱼冲出了很远 在水底没办法观察到出口的位置 而且缺氧导致了方向感的错乱 左登峰拼命地游了一阵 并没有找到缺口 这阵时氧气已经彻底好尽了 左登峰情急之下 抬起左手对着上面的兵壁 发出了纯阳真气 试图用纯阳真气 融化出可以换气的空间 在慌乱之下 左登峰也开始乱了分泉 他不记得了海水是被塞在冰下面的 就算是溶化出空间 也都会被海水很快地填满 而最为弊异的是 纯阳真气发出之后 产生了向下的反推之力 将他就拥向了水底了 左登峰从来都没想过 自己有朝一日是会被浸死的 他也都从来没感觉 死亡来自己是如此之近 临死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慌的 左登峰也都不例外 他开始对着上面发出灵气 试图冲破冰面 但是发出的灵气 却是将他拥向了更深的水底 就在他惊慌失措的时候 左登峰发现自己被拦腰咬住了 这阵时他已经没了反击之力了 只能够眉上眼 等对方的巨尺细下来 人在遭遇意外的时候 脑里面是什么都没有的 完全就是一片空白 空白就是最真实的感觉 但是左登峰想象的事就并没有发生 被咬中之后 对方的巨尺并没有闭合 而是帮着他快速地游动 左登峰这阵时面部是向下的 只能够看到 帮着他的动物并非是鱼类或者蛇类 他全身都是绿色的 而且生着爬行动物的四肢 没过多久 左登峰就感受到 有人握住了他的手 大力地拖摸着他 严重缺氧 令到他处在昏迷的边缘 在察觉到有人拖摸自己的时候 猛然就清醒了 紧紧地握住了对方的手 而本来担住他的巨口 这阵时就主动松开了 左登峰随即感到快速的移动 和猛然出了水 出水之后是极度寒冷 左登峰急速地大喇吐起 冰冷的空气令到他的肺部微微刺痛 在得到氧气之后 肢体和大脑快速地恢复正常 这一刻 左登峰发现外面的世界是这么亲切的 连刺骨的寒冷都是这么真实 左登峰的眼前出现了仇慕雨的大头轰 左登峰并没有搭到大头 他死里逃生都还没彻底回回个神 先前的严重缺氧 导致他周身剧烈地震 肚里面翻光倒海 几次抹大嘴想要作呕 13把声出现在旁边 没多远处传来了一声尖丽的叫声 左登峰这阵时只是恢复了那么多神智 在听到那一声奇怪的叫声之后 立刻就想到还有怪物在旁边 目前还处在危险当中 在紧张之下立刻就站起身 一眼就见到有一只巨大的绿色头颅 出现了在没多远处的冰面缺口里 13看到左登峰站起身 凌转身跑到缺口位 对着那只绿色动物发出了叫声 绿色动物摇起头 高叫着猛地回应 虽然叫声又难听又吉耳 但是其中就并没有带着敌意 相反在叫声之中还带着欢喜的意思 就好像老友重逢一样 老大 左登峰在瞬间就认出了冰面缺口位那只动物 那是一只巨大的绿色蜥蜴 左真人 你认得它吗 大头恶然地看向左登峰 先前他发现左登峰情勢危急就想落水去救援 结果发现那只巨大的蜥蜴正是担着左登峰向缺口位游过来 咳咳咳咳咳 蜥蜴听到左登峰叫它 即刻就攀着冰面串了上来 不过一出水即刻又捐回水里面 冰面上面的温度比水里面要低成二十几度 它就是冷血动物 顶不住这么低的温度 老大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这只蜥蜴发出的咳咳声 并不是它原来的叫声 这时候它是被老大的神智所控制的 它是想叫咕咕咕的 但是它变成了咳咳了 咳咳咳咳咳 老大听到左登峰的声音之后 显得異常之欢喜 四肢猛地在这里响 不停地在这里欢叫 咳咳咳咳 十三也对它发出了叫声 老大就发声回应 老大和十三虽然先前并不合雅 但是九十年后再到重逢 喜悦已经冲淡了当年的牙齿印 左登峰 这个是什么回事 大头很疑惑 左登峰是个狂傲得没得顶的人 它又怎样会对着一只畜生叫老大呢 它是十二地之之一的子鼠 是我朋友的宠物 老大是它当年的主人 替它起的名字 左登峰稳住了气息 开始发出纯洋真气 帮自己和大头控干的衣服 大头恶然地看着水里面的巨色 它是子鼠地之 这只是它衍生而且控制的毒物 并非本体来 你的观气术应该可以看到它气息的异常 在纯洋真气的空口之下 左登峰和大头周身都开始蒸腾热气了 哦 就来九十年了 它竟然还认得你啊 观气术的确可以观察到巨色的神虎有两度命魂 只不过其中的一度目前就处在截伏状态 左登峰说了下头 它上次是在松山脚下放走老大 分别就已经九十年了 没想到它会出现在这里啊 而且还在关键时刻救了它一命 那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这里距离中土不少于万里之遥 在这里可以撞到旧色的几率实在是太小了 不清楚啊 可能是追寻食物来到这里的 将我的衣服拿给我吧 还有 将你的仪器拿过来 大头听到略回了冰冰 过了一阵之后 带回了左登峰剑袍以及包裹和仪器了 左登峰接过剑袍 检查一下吧 看看我身上有没有辐射 大头检查过后就滴大对眼了 咦 有微弱的反应 说明你曾经近距离地和银石接触过 在袁武背上还有银石存在 左登峰穿件袍走到冰面的缺口了 这阵时巨色还在缺口位 拖过头出来猛地望 左登峰蹲下身 对着巨色就指手画脚地问 老大 你的本体在哪里啊 巨色听到 转头就向南边望 那你带我们去吧 你从水下面走 我们在上面跟着 巨色听到 再度隔隔了两声 转转身就捐入水底了 左登峰对着大头叫 根据他的气息跟着他 他的本体应该来这里没多远 那你的身体瘦不受得住啊 没事了 走吧 大头讨头答应 由于食物已经投胃了 剩下的东西就并不多 大头背起装备 滴着巨虎就向前跟随了 左登仁 你在水底遇到什么事啊 嗯 在袁武的身上还残留着少量的银石 但是当时我没有发现到 现在他已经潜下去了 必须想办法再把他逼出来 虽然就是老大救了他 但是关键时刻 大头就跳入水里双狗 这个就令到左登峰对他感到亲近了 那他是什么回事啊 大头伸手指着冰层下面游动的巨色 巨色游动的速度很快 不过两个人在陆地上跟起来也不浪费力 九十年前 我为了找六只银属地支 曾经到处奔波 那时我有两个朋友 其中一个是少林子的明正大师 这只巨色的主人是一只蓝色的水老鼠 也就是十二地支之中子鼠的圆形 他跟随着明正大师 明正大师是我的好朋友 而那只蓝色的老鼠跟我也很亲近的 哦 那你过去是为了等那只巨色潜入水底 而引出缘母啊 不是啊 我还没想那么多 我只是想去见一下老友 向南走了两百里 前面就再度出现了冰村了 冰村之中有着一处极小的岛序 这一处倒序其实都算不上倒序 只是一处方圆不足一里的招石仔 巨色就在这里登岸了 爬开招石 捐入了招石里面一处冻月 冻月的出口就很隐蔽的 位置也都很避风 巨色入了山洞之后 十三就率先跟进去了 两个人随后跟进去 冻月就很浅的 心不够五米 周围有一些碎石 明显就是巨色挖出来的了 巨色进入冻月之后 就趴伏在山洞右边的一处区域 老大的本体 随即就从隐蔽的角落头捐了出来 十三见到老大 更加觉得亲切咯 迎上去跟老大戏戏打骂 老大的本体 相比起九十年前就没什么大的变化 皮毛就是蓝色的 拆眉鼠眼的 只是因为食物贵乏 形体就略显得瘦了些 咕咕咕咕 老大和十三玩了一会儿 转身跑到左登峰身边 抬高头就猛地对他咕咕地叫 这两声咕咕 即使令左登峰感到无比悲伤 他一世人都没有几个朋友 十三就是家人 玉窟和铁骸就是他的朋友 除此之外 这只畜生和他也很亲近 没想到 这只当年只是懂得欠味讨好的老鼠 在关键时刻竟然救了他的命 见到老大 左登峰不由得想起铁骸了 铁骸清醒之后 他就没有再去少林寺看铁骸 现在抖转星移 蜉月流逝 当年的故人尽皆西去了 只得他还在 孤独地活在这个他意常之讨厌的环境里面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 还在到处奔波 只是为了再见到 当年那个为自己流肝鲜血的女人 铁验白兔 东走西故 义不如神 人不如故 左登峰探手抱起了老大 老大被他抱起之后 医开牙就在那里笑了 两只大牙都还是这么滑稽的 欠味讨好的笑容 和当年一模一样 左登峰就对大头伸出手了 啊? 吃的 他知道大头的包裹里面 还有一些返回那阵被用的干粮 大头听到 快从背囊里面扔出干粮 递给左登峰 左登峰放下老大 拆包喂食了 老大和他衍生的毒物 虽然就不怕细菌的 但是却并不食用那些被感染了的动物 他们自然也不懂得进入城市去找食物 现在野外没有被感染的动物就越来越少了 他们找食真的不容易 所以老大的食相就很狼狈了 老大啊 你有没有回去见过铁骸啊? 老大听到抬高头 疑惑地看着左登峰 嘴角还黏着饼干的碎屑 和尚啊 光头的 小林子呢? 左登峰指手画脚地加以解释了 老大才明白左登峰是什么意思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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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珍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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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咧 没有寂寂寞